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一集 七头这样的妖兽就相当于七名金丹妻修士同时联手对付在场修士 而那头宛如赤裸艳丽女修的雌性妖兽 此刻虽然并没有喷出腰胆 但其身上浮现出来的银色光焰 气息却是要比七头妖兽喷出的金丹还要恐怖 此头妖兽的实力远不止金丹一重修士的实力 这妖兽的数量太多了 只有聚在一处才可以抵挡得住 一见到这八头妖兽同时动 陈老怪顿时也声尖叫 朝着后方白色灵光光照中掠了禁区 其身影方动 火云真人也马上跟了上去 看到陈老怪和火云真人都已经飞快顿走 似乎本来不想掠入那白色灵光光照中的卫索 也咬了咬牙 马上对了基亚和阴丽花点了点头 先将羊之鸟装入纳网囊中 掠入了白色光照之中 火云前辈 借奴兽袋一用 随即 他也不把羊之鸟放出来 飞快地对火云真人说了这么一句 脸色极其难看的火云真人 此刻似乎也根本顾不得一个奴兽袋了 直接一挥手 就将一个奴兽袋丢给了卫索 卫索却是身影一动 又出了白色灵光光照 将狮心虫也收入了纳网囊中 之后又飞快地掠入了白色光照 站在了阴丽花和基亚的身边 加上那头女皇级的雌性妖兽 一共八头十粒恐怖的银林妖兽 都进入了这个宏大无比的大殿之中 除了那头女皇级的雌性妖兽看上去 柔媚一些之外 其余的七头妖兽 都是那种似笑非笑的阴冷神情 这种强烈的视觉压迫感 但是这些妖兽 一时却是并没有发出银色光注轰击 你想做什么 此时 畏索却是突然发出一声立鹤 不知为何 自从她进入这个白色灵光光照之后 却是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外面这些头 实力恐怖的怪异妖兽身上 而是一直在打亮着身后的紫黑色平台 以及平台上的那根 封印着混原银蛙的紫黑色精柱 听到卫索这声立鹤 陈老怪和火源真人以及阴丽花 才发现此时叶灵已经走到了紫黑色精柱之前 似乎要设法取出那五根金色灵光极浓的 降魔柱外观的法宝一板 现在隔得近了 看得清楚 那三根降魔柱前端是三灵立刃 后端却是圆柱形 布满了吉祥宝树和白象般的符文 看上去极其的古朴 而且此时叶灵的手中 又捏着了那枚奇特的紫黑色古符 此片在别处 就算拼命灌注真元 也没有丝毫反应的奇异古符 此刻上面却又已经自动泛出光滑出来 似乎和这个祭坛和紫黑色精柱 自动产生了某种奇妙的感应 哼 我想做什么 现在不是很明摆着的事吗 看到卫索这么一声力喝 众人的视线全部聚在自己的身上 叶灵看了卫索一眼 眼中阴毒至极的神色一闪而过 冷笑道 以这些妖兽的实力 就算我们联手也基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就算能赢也必定是惨胜 我们这里能有一两个人走出去就不错了 这五件法宝 微能都似乎在盗戒中品之上 极有可能是盗戒上品的法宝 取出这五件法宝 对付这些妖兽 胜算自然是大增了 到了此刻 你该不会还要强说此头妖兽还活着 阻止我取宝吧 不错 我正是有这样的顾虑 魏索冷然的说道 你难道没有发现 这些妖兽似乎正在等着我们取这些东西吗 魏小遥 你认得这头妖兽 听到魏索这么说 火云真人眼光一闪 马上查了这么一句 此头妖兽名为混元银蛙 是真正的八级妖兽 实力颗一颗金丹五重的修士抗衡 魏索点了点头 冷然的说道 目光依旧死死的锁定在祭坛上的叶灵身上 似乎叶灵有什么动作 他便会马上抱起 动手阻止的样子 八级妖兽啊 陈老怪和火云真人呼吸同时一致啊 又看着白色灵光光照之外 的确似乎是在等待着一般的那些银银妖兽 眼中也马上闪现出了惊异不定的神色 简直是异想天开 这些妖兽分明是忌惮这个白色灵光光照的威能 和这个祭坛的法阵布置而已 叶灵比喻至极的冷横道 哼 别说我们是殷师宗自己人帮着自己人 火云真人 你看看 此处妖兽还有可能有什么升级存在吗 火云真人也不答话 神识连扫了树变 随即 看了卫所一眼 却是看着叶灵道 这五件法宝如何分配 看火云真人的样子 是听了畏所的话 再看着祭坛周围的布置的确有些诡异 心中也有些疑虑 但是神识早过 却并没有发现紫黑色精柱中的妖兽有什么升级 再加上此刻的形势如此 他也是赞同取出那五件看上去至少是倒截中品的法宝 现在是和叶灵谈如何分配的问题了 陈师兄 殷师妹 你们怎么说 叶灵看都不看卫所一眼 却是先看着陈老怪和殷丽花问了这么一句 看眼下的清醒 也只有冒险一事了 陈老怪眼中闪动了一下 狠狠的点了点头 卫所 胳膊扭过大腿 现在我就算站在你这一边 也不可能阻止得了他们取宝 只能和他们谈分配的事了 殷丽花对着卫所传音 说了这一句之后 看到卫所阴沉着脸 并没有反对的样子 便替卫所做主一般 说道 既然诸位都赞同这样的做法 以眼下的形势 我们自然也是只有齐心协力 合理一事了 我看过了 这五件东西应该不是成套的法宝 听了殷丽花如此说 叶灵没有表情的杨良手中的紫黑色古服 说道 我最先进入此处 而且似乎是只有此片古服 这紫黑色金珠上的威能 才不阻止修士接近 所以我取两件 火云真人 陈师兄 殷师妹 你们三名金南基修士 各取一件 你们看如何 叶灵这么说 也是完全没有将卫所计算在内的样子 殷丽花目光移动 但他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火云真人却是已经冷然道 叶道友 此种分配似乎有些不妥 魏小友方才提出疑点 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以他的实力 再加上基亚道友 一点好处都不分配 是说不过去的 不错 殷丽花一听火云真人为卫所出头 顿时也出声道 他的手上 也是有这样一片古符的 魏小 我看这家伙 绝对不会轻易封给你一件的 而且看上去 他们这一头火炎银蛙 和其精髓 好像一无所知的样子 看这里的布置 当年雲介宗将此头妖兽封印在此 如此的布置 可能也是要取这头妖兽的精髓 我虽然不知道 精髓道理有多少的要力 但据说这精髓 灵气十分惊人 说不定能够大幅提升你的修为的 此时绿爬唠头的声音 在魏所的耳中响了起来 你可以设法多取得这精髓 听到此语 魏所面上的神色 却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故意冷冷地看了眼 紫黑色金柱下方玉盘中的 那些银色精髓 说道 现在形势逼人 我看这下方玉盘中的银色精髓 似乎也是灵气不凡 有些炫耀的样子 我和姬亚两人 只要一见这法宝 若是叶道友 你觉得分出一见吃亏的话 要多分一些这银色精石 我倒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别说你对这头妖兽有些了解 知道这些银色精石 可能根本没什么价值 就算这些银色精石 真有些玄妙 对于我来说 可能也是根本派不上用处 叶灵冷笑道 而且你只不过分剑镜 四重修为 就算厉害法宝 到了你手中 施展起来的威力 也不如在我们手中 倒不如你多拿些这银色精石 你别欺人太甚 为所马上装出一股 阴冷至极的表情 此刻我和姻丽花 有魂器秘法相细 若是我和你为敌 就算你能将我杀死 而没有什么损伤的话 少了我和姻丽花 你能保证 从这里面全身而退吗 说不定 就是拿着这些法宝陪葬 而且此刻 你连这些法宝的真正威能 都根本不知道 说不定这些东西 最多就是盗戒中品的法宝而已 一听到魏所这么说 火云真人和陈老怪顿时一变 的确 以此时的情景 别说是损失两个人 就算只损失魏所欲着 能从这里生还的几率 就马上少了几分 魏小有 夜道有 请以大局为重 此处禁制如此诡异 就算哪一方有必胜胜算 动起手来 说不定引来禁制威能的反尸 大家一个都出不去 火云真人也马上重重的出声道 哼 此人之前已经和我约战 若是这些法宝的威能 真的到达盗阶上品 在对敌之时 突然偷袭我的话 我也可未必抵挡得住 十分的危险 夜灵冷笑着 看着火云真人 哼哼 若非如此 我倒是可以让一件给他的 相信 若是换了火云道有 恐怕也不会 做此等危险的事吧 什么 约战 看着也是一脸寒意 似乎丝毫不肯让步的畏锁 又看了一眼外面的 银林妖兽 火云真人脸色 变了树边之下 咬了咬牙 道 喂小友 看在我的面子上 此事 你就做出点让步如何 我的那头羊之鸟 现在就算送给你了 等下若是能够取出 紫黑色金柱里的妖兽 或者能击杀外面的这些妖兽 在分配这些妖兽之时 我们再多分点你好处如何 好 火云前辈 既然你如此说了 我也不能不给你面子 但是这些银色金石看上去的确有些作用 我全部都要 你们看如何 为索咬牙 看着叶灵 一副极其猙獰的样子 这自然可以 火云真人神识一扫 马上点了点头 纯老怪和叶灵 也是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金石 方才他们 也已经神识扫过 在他们的眼中 此种金石 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元气 和微能存在的样子 似乎也就是和普通的上品零食 差不多的东西而已 为索面无表情的身影移动 掠到了紫黑色平台上 在距离紫黑色金柱 约两丈范围之时 只见他的身影明显一致 随即 他手上的紫黑色骨服 也发出了光滑 接着 他便身上压力轻的样子 到了紫黑色金柱前 将那十余颗金髓 全部收了起来 收起了十余颗金髓之后 魏索也根本不在 紫黑色平台上停留 又马上掠回了平台下方 基雅和阴丽花的身边 叶灵也是生怕魏索 做什么手脚的样子 只是一脸阴冷的看着 等到魏索掠下紫黑色平台之后 他的目光才重新停留在了 紫黑色金柱上那五件 降魔杵外形的金色法宝上 微微潮出了一下之后 叶灵的右手之中 浮现出了一股股 惨白色的霞光 一颗惨白色的金丹 带着印韵的艳光 浮现了出来 阴丽花等人的金丹 都只有鸽蛋般大小 但是他这颗金丹 却足有鹅蛋般大小 且不说其周围的霞光 和闪动的符纹 光是大小一笔啊 这颗金丹的威势 就已经比 阴丽花等人的金丹 高出了一截 这颗和其他金丹机修饰的 金丹一笔 已经带上庞大气势的金丹 略微一转 上面散发出来的白色霞光 却在叶灵的身旁 形成了一朵惨白色的古莲 祭出了这颗金丹之后 叶灵才小心翼翼的 伸手一点 一股惨白色的真圆 朝着定在混圆银挖 又类部位的一件 金色法宝包裹了上去 嗡 这件金色法宝 马上灵气十足的 微微轻颤了起来 但与此同时 紫黑色金柱上 也是通体放光 一层紫黑色光滑 马上暴涨开来 包括畏锁在内 所有白色光照内的修饰 全部脸色一变 紫黑色平台上的叶灵 更是脸色一片煞白呀 下意识的就往后倒飞出去 这紫黑色金柱上冒出的这层光滑 其中的微能 似乎是在场的任何修饰 都根本无法抵挡的样子 但就在此时 叶灵手中的那片紫黑色古服上 却是自动的放出了光来 形成了一个光照 将叶灵护在了里面 金柱上发出的光滑 和这个光照撞击 却是没有对这个光照 造成任何的损伤 而只是一个呼吸之间 紫黑色金柱上发出的光滑 在扩散到紫黑色平台的边缘时 便马上消失了 见此情形 叶灵顿时大喜过往 真元继续朝着 那件金色法宝上 灌注了禁区 只见那件金色法宝 在紫黑色金柱之中 显得极其的沉重 随着叶灵大量的真元灌注 此件法宝 才一点点的被拉了出来 金光闪闪 在火云真人等人 紧张而焦急的目光之中 随着咔的一声轻响 此宝终于脱体而出了 叶灵惊喜至极的 深吸了一口气 却是又马上伸出手指 在此件法宝上 擦拭了一般 掠了一下 随即 看着手指上 一些像是枯木粉末一般的 银色粉末 他看了魏索一眼 嘴角浮现出了一丝 极其讥讽的神色 从这银色粉末干枯的程度来看 紫黑色金柱里的那头混原银蛙 都似乎已经干枯风化了许久一般 魏索却根本没注意叶灵的 这种讥讽的目光一般 却是依旧没有表情的 看着紫黑色金柱里的混原银蛙 眼光微微的闪动着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见到魏索的这副样子 叶灵更是眼中寒芒夜闪而过 随后 随着其真员继续灌注 他手中的这件金色法宝上 猛然灵光一丈 在最前端 甚至形成了一个 一条长达一丈有余的金芒 除了魏索和姬亚之外 火云真人陈老怪和阴丽花 都是眼睛一亮 面色瞬间好看了一些 道街上品 从这件法宝散发的威能来看 虽然没有达到恐怖的玄阶程度 但也是远远超过了 道街中品的威能 很明显是道街上品的法宝 夜灵的眼中 如同冒起了一缕缕的火焰 道街上品的法宝 极其的珍惜 他和殷丽花陈老怪 可以说是殷失踪 最为顶尖的人物 在整个云林大陆 也已经算得上是 明冻一方的巨头 但是他们几个人的身上 也是一件道街上品的法宝 都没有的 最多只有未能达到 道街中品的法宝 像他这样金丹基修士 可是要比魏索此种 对金丹基修士 没多少了解的 分年镜修士要清楚得多 道街中品的法宝 威能 并已经和金丹一重修士 金丹霞光的威能相差不多 而道街上品法宝的威能 已经和金丹一重修士的 金丹本体撞击的威能相差无击 和金丹两重修士的金丹霞光 威能相当 现在以他金丹两重的修士 要同时预示 两件道街上品的法宝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有两件道街上品的 攻击法宝在手 对敌之时 实力虽说不可能 有暴涨一倍那么夸张 但是至少相当于 多了一个金丹一重的帮手的 这五件法宝 灵光都差不多 既然这件是道街上品的法宝 那其余的几件 应该都是道街上品的法宝了 现在外面的这些妖兽 随时都会动手 我要继续取这其余四件法宝 这件法宝先交给我陈师兄 等下一件法宝取出来便给你 火云道友 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叶灵看了一眼火云真人之后 问道 这自然可以 火云真人眼光一闪 没有丝毫废话的点了点头 叶灵伸手一动 手中的金色降魔杵模样的法宝 飘到了陈老怪的面前 陈老怪顿时欣喜若狂的 一把抓在了手中 将第一件拔出来的金色法宝 丢给了陈老怪之后 心中火热的叶灵又如法实为 一件件的拔出 其余的四件金色法宝起来 此时他的心中都已经做好了打算 万一道士不敌这么多诡异银林妖兽的话 便一个人设法逃脱出去 反正凭借他的修为和这两件这样的法宝 也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逃脱的 到时候出了小天界 有两件道街上品的攻击法宝在手 这云林大陆北部靠海三十二城池之中 他就是难有敌手的 一切都是十分的顺利 剩余的四件样式几乎相同 只是材质和符文似乎有些不同的金色法宝 被一件件的缓缓拔了出来 预知稍后大战如何 可以说是超级人寿大战了 暂请下集分间 听了吗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一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二零二集 路到绝处是通天的道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二集 第二件取出的丢给了火云真人之后 第三件取出的金色法宝 叶玲倒是也没有说什么 便丢给了畏锁身旁的阴丽花 小子这五件法宝上明显有复合法阵 应该是相当于那紫黑色金珠的阵眼 现在被它们当成普通法宝使用 都是道街上品的威能 这种本身的威能 应该是用来配合镇压妖兽用的 就在阴丽花有些欣喜地打量 这手中灵光浓厚的金色法宝之时 逼怕老头十分紧张的声音 却是同时也在卫锁的耳中想了起来 需要五根本身这种威能的法宝来配合法阵阵阳 这头混原银蛙肯定还不普通的混原银蛙 应该是进阶来的长老鸡混原银蛙 卫锁目光一闪 此时叶玲却是将最后一件金色法宝都取了出来 手拿着两件金光闪烁的金色法宝 看上去十分傲然的样子 这五根金色法宝全部播出之后 紫黑色金珠以及紫黑色金珠里的妖兽 依旧是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紫黑色平台上的夜灵 却是眉毛一跳 骤人心血来朝一晚 闪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因为此刻白色灵光光照之外 连着那头女皇妖兽在内 一直没有什么动作的八头银色妖兽 看着她将最后一件金色法宝取出之后 眼中确实也都浮现出了一丝狂热的神色 就在此时 叶玲的脸色瞬间唰的变得苍白起来 而畏锁的眼中也顿时闪出了力芒 嗡的一声 本来没有任何反应的紫黑色金珠上 却突然震动了起来 发出了耀眼的紫黑色光滑 而且此次的紫黑色光滑 只是紧紧的包裹着紫黑色金珠 也不往外扩散 似乎是在阻止 紫黑色金珠里面的什么东西 冲出了一盘 啊 畏锁 快看 尹丽华明明知道 畏锁的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 那紫黑色金珠分口 但是此刻却还是忍不住 亥然的惊呼出声 直接 紫黑色光柱里的那头 混圆银蛙的身上 骤然浮现出了一层银色的光滑 而其身上五个被冻穿的干涸伤口之中 却都流出了五道银芒 噗 其中三道 瞬间被紫黑色光滑搅得粉碎 但是有两道 却是瞬间就冲了出来 啪 叶灵手中的紫黑色古符 首先碎裂 阵放出更为浓厚的紫黑色光滑 而其身外形成了一个光罩 随后 魏索手中的紫黑色古符 也随即碎裂 也同样形成一个光罩 这个光罩不大 最多只能让两三人挤着 才能容纳的样子 魏索和基亚本来是挨在一起 而叶丽花却是处在这个光罩之外 叶丽花进来 魏索顿时夜声力喝 因为他一眼就看到 叶灵惨白色金单上 霞光凝成的白色古莲 马上就迎了上去 但是被那两道银芒一撞 嘿 马上就抵挡不住 碎裂了开来 只是那两道银芒 似乎对紫黑色光照 有些计刃的样子 却是一下子 就绕过了叶灵 此刻 几乎惊骇至极的叶丽花 在魏索这声力喝之下 顿时也根本没有任何想法 就像飞扑进卫索的怀里一样 挤在了紫黑色光照里 此时 紫黑色金柱里那头 混圆银蛙的身上 却出现了无数裂纹 这头妖兽的肉身 倒是的确已经死去了 很久的样子 几乎就在尹丽花 听到猥琐的大叫 下意识地挤进紫黑色光照中时 两道银芒 只是一闪 就到了火云真人 和陈老怪的面前 火云真人和陈老怪 几乎都是惊骇至极的 直接寄出了金单 此刻 那两道银芒 已经是隐隐约约看得清楚了 竟然是两条小小的 如同幼虫一般的混圆银蛙 只是这两条 如同幼虫一般的混圆银蛙 看上去 却好像是一条液体 还不是肉身实体 啪 令叶灵和卫索等人 浑身寒一只冒的是啊 这两条银叶 非但速度令人难以躲避 而且其威能 竟然是远超道街 商品法宝威能一般 火云真人和陈老怪 两人金单上涌出的霞光 和两人身外的灵光光照 竟然在一个照面 就被洞穿了 然后这两条银叶一闪 就沐入了火云真人 和陈老怪的体内 没有任何伤口 就好像直接渗透进去了一般 一声淒厉的叫声 同时从火云真人 和陈老怪的口中发出 所不同的是 随着叫声的发出 火云真人的口中 和身上许多个窍尾之中 同时喷出了一股股的 黑红色火煞之气 好像他体内 都已经彻底的燃烧了起来一般 一条条细细的银叶 似乎发现在火云真人体内 无法生存一般 以一种仓皇的态势逃顿出来 但是马上 又被火云真人前方 金单上流散出来的霞光 烧灼成了一条条的灰烬 但一旁的陈老怪 肚子却是快速的鼓了起来 金单也是一下子 收回了他的体内 与此同时 面孔扭曲的他 似乎也根本控制不住 自己的行动一晚 一下子冲出了白色的灵光光照 贝总 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这样的情景 烟丽花顿时面容发青的 诗声叫道 但这只是开始 更为惊骇的一幕 出现了 陈老怪一下飞蝶般冲出去 那八头都似乎有些狂热的 银泥妖兽 顿时将他围在了中间 而他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 神志一般 一对眼珠变成了银白色 丝毫表情都没有 随即 他的身体越来越为干瘪 肚子也是越来越鼓 这是半柱香不到的时间 啪 得上 陈老怪的肚子将如同西瓜一般 爆裂了开来 啊 银泥花不由得捂住了嘴啊 陈老怪的肚子爆裂开来 却是没有出现任何 血花似箭的情景 其肚子里 却似乎早就已经充满了 银色的黏液 一条半人半蛇的银色身影 从一堆银色黏液之中 站立了起来 而且还不能用站 用直 而且是以惊人的速度生长 四估陈老怪的肉身和金丹 给了他足够的养溜一半 让为所面色极其难看的是 只是片刻的时间 一头一人多高的混原银蛙 便活生生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啊 我们这次要死在这里了 落在这些妖狮的手里 比落在羞尸的手里还凄惨 说不定连烟鬼罐都直接被打破了 都怪这个燕灵 要不然他乱动 我们根本不陷入这样的处境啊 此时 立怕老头也是害怕的 在为所那儿中 哇哇的乱叫了起来 为所用杀人般的目光 狠狠的看了一眼 脸色铁青的夜灵 同时深吸了一口气 竭力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 此刻这头新生的混原银蛙的身形 明显要比紫黑色金柱里的混原银蛙 尸身至少小上一半 还只是幼虫级的妖狮 但是这头只比为所高出一个头左右的新生妖狮 身上却是已经自然流露出了一种八级妖狮的 难以想象的气势出来 原先那头看上去 宛如赤裸艳丽女修一般的银银妖狮 已经给人一种威视惊人的女皇般的气息 而且此头雌性妖狮 其身上的妖气 似乎比起这头新生的混原银蛙还要浓厚 其目前的实力 可能未必会输于这头妖狮的 但是两相一笔之下 那种天生的气质 却是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和这头混原银蛙一笔 这头女皇级的 已经看上去和修士差不了多少的银铃妖狮 其实却是明显要差了许多 所以这头混原银蛙 才是真正黄者 而这头女皇级的妖狮 却像是一名 尸切一蛮 火云前辈 你有没有事 此时 夜灵和卫索等人身外的 紫黑色光照也全部消失了 一旁的火云真人一脸煞白 身体甚至给人一种十分亏空 虚浮的感觉 燃了不少真缘 气血 损失了些修为 听到卫索的问话 火云真人寒声道 暂时施法没什么大碍 此时 那头站立在陈老怪身上的 混原银蛙给人的感觉 还像是个幻觉一般 之前没见到那名虎皇公 粗犷修饰陨落的众人 还有些不敢相信 一名金丹七的巨头 假如这样陨落掉了 但就在此时 那头新生的火云阴蛙 确实像高阶修士 看低阶修士一般 淡淡地扫了卫索等人一眼 这些诡异的妖兽 似乎也不急着 对付卫索等人一般 只见那头如同赤裸 艳丽女修一般的女皇级妖兽 竟然以妩媚的姿态 走到了那头 淫淋妖兽的面前 接下来 这头女皇级的妖兽 竟然是弯下了腰泪 将屁股 对准了这头 混原银蛙 啊 竟然和当天 在清风陵的地灵里面 被刘三炮威胁的那名女修一样 摆出了一个 十分诱人的姿势 随即 混原银蛙 也丝毫不客气一般 身下的凸起的洋雾 直接就插了进去 见是直接交合了起来 啪啪啪 这幅情景 又是诡异 又是十分的隐敏 而其余的七头妖兽 却像是狮卫一般 团团围在 混原银蛙 和女皇级妖兽的身旁 神色极其的谨慎 看她们比平时 还要紧张的样子 素是害怕 有什么人在此时 偷袭 混原银蛙 和这头女皇级 雌性妖兽 眼见这样的景象 猥琐却是眉头一跳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伸手在她挪手档上一拍 却是将她的尸心虫 放了出来 我知道了 这个时候 吕啪啪头突然如梦 初醒般的惊呼了起来 这种淫灵妖兽 很有可能便是这混原银蛙 和蓝蜜丘罗杂交的产物 怪不得连我都根本没有听说过 火云前辈 听到绿泡老头这样的声音 卫索却是不动声色的 看着火云真人 又问道 那头雄性妖兽 是伤在你们的手中吗 火云真人微微一愣 看了一眼外面 那头肩部削弱模糊的 引人妖兽 摇头道 我和陈老怪并没有 激伤这头妖兽 只见卫索 听到火云真人这么说之后 目光连连闪动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面对这么多强大的妖兽 再加上又少了一个陈老怪 卫索这一方人 也根本不敢发难 只是眼睁睁地 看着那头妖兽在搞禄 这是片刻的时间之后 两头妖兽 却是停止着 隐秘的动作 那头灰原银蛙 和之前看上去 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那头 如同赤裸艳丽女修的妖兽 除了下体一滩银色的黏液之外 腹部却是明显鼓了起来 但也只是像怀孕一般 本体并没有什么衰竭 看上去根本不会像陈老怪那样 浑身的真缘和气血 像是当了养料一般 然后被破底而出 这头妖兽这么做 似乎是保险起见 多留一个肿 看了这样的情景 火云真忍不住 有些冰寒的说了这么一句 不好 一直在仔细观察着 这些妖兽神色的猥琐 突然之间也是脸色巨变的 只见 此刻那头灰原银蛙的目光 却是停留在那白色灵光光照中的 那根紫黑色金柱之上 而除了那头女皇级的银银妖兽之外 其余的七头妖兽 身上的妖丹 全部击射出了银色的光芒 七颗妖丹上发出的银色光芒 瞬间汇聚成了一条巨大的银色光柱 啪 巨大的银色光柱 首先如同壮钟一般 冲击在白色灵光光照之上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 银色光柱似乎略微缩小了一些 硬生生的穿透了白色灵光光照 但目标却不是卫索等人 而是朝着紫黑色祭坛轰了过去 一见此清醒 众人知道 大战无可避免开起来 而且无论是卫索和阴丽花等人 还是虎云真人或者叶灵 现在也都看得出来 这白色灵光光照 对妖兽的书法威能 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而且 这祭坛或者荆柱万一被击溃的话 说不定生出什么后果出来 所以现在 无论各自心中存在了什么心思 都只能拼命先抵挡住了再说 火焰真人 叶灵 与丽花 三名金丹机修饰的金丹上 瞬间涌出的霞光 首先和迎面涌来的金色光柱 撞在了一起 这件在三人的权力示威下 三条分别是赤红色 绿色和惨白色的霞光 居然死死的抵住了恐怖的银色光柱 只是三名金丹机修饰身外的灵器 都是猛烈的颤动着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支持不住的样子 眼见这样的情景 猥琐猛的咬牙 也顾不得施展其他的法宝 直接又激发了青索银法杖 只见一旁灰黑色光滑 将那头混元银蛙和腹部鼓鼓的女皇级妖兽 兜头笼罩在了其中 看到一旁灰黑色光滑兜头照来 女娲级银银妖兽和混元银蛙都似乎十分不屑的样子 混元银蛙甚至连动手的意思都没有 而宛如赤裸燕丽女修的女皇级银银妖兽 却这一张口也不喷出妖丹 只是喷出了一团银色光滑 但省到此团银色光滑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时候 灰黑色光滑一照在这两头妖兽的身上 此头雌性妖兽还好 但其身旁的混元银蛙眼中不屑的神色 却是瞬间消失 身影一闪瞬间从原地消失 在左侧数十丈开外现出了身影 见此情景 畏锁了心中一尘 此头借陈老怪肢体而生的八级妖兽 看来的确是根基未稳 自己倾锁银上 这颗法珠的威能 是可以很快消耗它的寿源的 但是其速度 却似乎完全不亚于那头蛤蜂头妖兽 这样一来 轻锁银法杖上发出的灰黑色光滑 也是无法照住它的 轻锁银法杖上 这颗法珠的威能 也是用掉一分就少一分 又见到那头女皇鸡妖兽 好像兽源十分惊人 一时都对它造不成太大的影响 为所顿时 暂时停止了 轻锁银法杖的激发 一下顺移出数十丈的混云银蛙 布满银色鳞片的脸上 却是浮现出了一丝阴沉的冷笑 嘶的一声 它的口中发出了一声清响 随着这声音的发出 那头女皇鸡的银铃妖兽 也不敢丝毫怠慢一般 一张口 也将妖丹借了出来 只见这头女皇鸡的妖丹 果然也是要比其余的银铃妖兽 大一味不止 随即一道粗大的银色光柱 马上也随之汇入 其余七头银铃妖兽 发出的银色光柱之中 这道银色光柱 只是一加入 还根本没有冲到白色灵光光照上 火焰真人 叶灵和银丽华三颗金丹 发出的霞光 便都马上各自收了回去 同时 这三人和卫索鸡 全部都是惊慌的 往两侧避开 此种比拼 完全就像是金丹七修饰之间 纯粹的金丹比拼 因为即便是金丹七修饰 其他术法的威力 也是无法和金丹的威力相比的 而此种情形之下 除非是有道级中阶的防御法宝在手 否则即便是卫索这样分念镜修饰 也根本是无法帮着进行有效的防御 而这头女皇级发出的银色光柱的威能 很明显都相当于叶灵 这种金丹两重修饰的金丹上散发出的霞光威能 只是一激发出来 在场的修饰就知道肯定抵挡不住 砰 在卫索等着悍然的目光之中 红流般的银色光柱 狠狠地冲击在了紫黑色祭坛之上 紫黑色祭坛上没有任何的破损 但是这一击之下 祭坛上却是反而席卷出了微能似乎更为惊人的紫黑色光焰 朝着四周席卷开来 一道白光 一道黑红光焰 和一道惨白色光焰夜闪 卫索等人和火云真人叶灵 全部面无血色地出现在了白色灵光光照之外 和对面八头银铃妖兽 和那头混原银蛙 隔了一个灵光光照 祭坛上发出的紫黑色光焰 瞬间就席卷了整个白色灵光光照 接触到白色灵光光照之后 又如同潮汐一般 收了回去 真正精彩的大战 才刚刚开始 咱们得下几分 残忍的 听众朋友 通天之路 第二百零二集 不讲完毕 欢迎您聚收听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三集 如到绝处 是通天得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三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因为其中的五饼配合镇压的法宝被取出 里面那头混原银蛙 已经逃顿出一条银叶 形成了一头新生混原银蛙 所以已经没有了什么顾忌 是在借此不停地消耗紫黑色祭坛的威能 夜灵眼中冷光夜闪 根本没有任何的迟疑 金单上发出的惨白色光滑 将自己团团包裹住 直接就一声不吭地化成了一道惨白色的流光 朝着后方的一个拱门射了过去 见此情景 火云真人面色顺时一变 当下没有任何迟疑地击舍而出 夜灵 但是马上令他惊怒至极硬声声顿住 发出厉声大叫的事 夜灵在射入那个拱门的瞬间 一股腥臭至极的黄云 就从夜灵的后方滚滚地冒了出来 很明显 夜灵是自己跑了还不算 还想挡住他们 让他们留在此处 为了阻挡这些妖兽片刻 让他安然脱身的机会打增 但是不知为何 看到夜灵这样的做法 一向反映极快的猥琐 却是只是一副冷眼旁观 根本就不加阻拦的样子 随即就在夜灵的那个拱门消失的后方 突然传出了两声剧烈的爆响声 惨白色光滑一闪 原本已经冲出去的夜灵 突然自己又从腥臭至极的黄云中 穿了回来 这见那黄云非但粘性极强 而且就连夜灵自己的金丹上 散发出的霞光 都不能阻挡的样子 居然有不少直接沾染到了 他的金丹上 脸色惊怒至极的夜灵 马上咔嚓一声 直接捏碎了一个丹瓶 连吞了三颗红色丹药下去 同时目光骇然地 看着自己冲出的那个拱门 似乎后方有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在一般 没错 就在此时 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形的卫索 却是突然面色一变 手中的如意玲珑塔 顿时又被激发 随着白光一闪 他和基亚因丽花瞬间又从原地消失 而就在他和基亚因丽花 身影在原地消失的瞬间 一根粗大的银色光珠 便从下方冲了上来 打了个空 那头女皇级的银灵妖兽 随即从原地浮现了出来 好像此头妖兽 是盯上了卫索一板 一击落空之后 张口一喷 竟然又是喷出了无数银色丝光 密密麻麻的 布置在了卫索等人的周围 身影刚刚才闪现出来的卫索 一眼扫到周围密密麻麻的银色丝光 顿时倒吵了一口冷气 心中发苦 这周围密密麻麻的四光 虽然也是银色 但和这些妖兽腰单上 喷出的银色光珠 气息却是大有不同 很明显是这头妖兽 进阶之后 愿意出的法珠为能 而且这些银色的为能 似乎都不亚于 盗阶下品法宝的为能 要是卫索在此种 密密麻麻的霞光中瞬移的话 说定马上就会被割成肉片 见了卫索面色发白的样子 下方那头女皇级的雌性妖兽 却是没有丝毫客气 腰单上马上射出了一股银色光珠 朝着卫索轰了过来 啪 只见这股银色光珠 轻易地击破了卫索等人身外的 两个灵阶上品的灵光光照之后 才被卫索用门板飞剑 和阴丽花内丹的霞光 堪堪阻挡住 咔 也就在此时 紫黑色祭坛上 一只被两头相当于 金丹一重的妖兽 不停用银色光珠 轰击着的地方 发出了一声猎响 这一瞬间 原本都已经和虎云真人 叶灵交上手的 其余银灵妖兽 却是顿时 狂热起来一门 所有妖单上 喷发出的银色光珠 全部掉头轰向了 紫黑色祭坛 只见紫黑色祭坛终于承受不住 猛的严震 浮现出了一条条猎魂 啊哈 伊丽华又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惊呼啊 白色灵光光照 在这一颗惊人的 全部蹦碎开来 蹦碎的碎片 形成了无数白色的灵光碎片 朝着四面八方击射而出 这些灵光碎片 有些很快就消散了 有一些就竟然充斥着毁灭性的味能 痴 有一片只有半个拇指般大小的灵光碎片 从侧面射来 竟然是连猥琐的黑水帘都抵挡不住 在猥琐的黑水帘上破开了一个小口 眼看此片白色灵光碎片 就要斩入猥琐的体内 啪的一声爆响 一旁绿光在猥琐的身旁涌起 却是阴丽华直接用金丹挡住了这灵光碎片的一击 白色灵光碎片消失于无形之时 阴丽华的金丹和身体也同时猛的阴阵 一条血丝马上从嘴角欠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一头雄性的阴丽妖兽 头颅却是也突然飞了起来 原来此头阴丽妖兽 也是遇到一片难以抵挡的白色灵光碎片 瞬间就被斩首 但是这样的场景 却似乎并未让其他的妖兽骇然 相反 这些淫临妖兽的目光反而更加的狂热 几乎就在白色灵光碎片全部消失的一瞬间 咔嚓一声爆响 只见 那个矗立着祭坛上的紫黑色金柱 也随之爆裂了开来 荧光一闪 大头混原银蛙 直接在坍塌的紫黑色金柱前 现出了身影 不好 虽然不知道这头妖兽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看着此头妖兽 一脸兴奋的 看着随着紫黑色金柱 崩塌而现出那头庞大的混原银蛙的尸体的样子 所有在场的修饰 却都是感觉到了一种致命的凶险 都油然产生了 让此头妖兽 得到这头至少封印了一万多年的妖兽失身后 必定是极其不妙的念头 就在这时 那头出生的混原银蛙 却突然浑身荧光大方 一团银色光焰从口中喷了出来 啪的一声爆响 那团银色光焰直接就被捏碎 而银色光焰被捏碎一处 蓝光一闪 却是也浮现出了一道蓝色青金毕露的恐怖爪子出来 一爪击碎混原银蛙喷出的银色光焰之后 那只蓝光闪闪的爪子 依旧毫无停留的抓向了前方的混原银蛙 噗 直接那头混原银蛙 荧光一闪 还没有来得及瞬移 胸口就直接被这只蓝光闪闪的爪子冻穿 眼见这样的情景 火云真人和阴丽花等人的眼中顿时充满了惊喜至极的神色 原本他们以为是一伙的哈姆苏妖兽和这些阴丽妖兽 竟然是自相残杀了起来 但是此刻猥琐的心中 却是反而油然生出了一股十分不妙的感觉出来 之前叶灵被此多妖兽逼回来 再加上他从火云真人口中得知 那头雄性妖兽并不伤在他和陈老怪的手里 他就已经怀疑 那头哈姆头妖兽是和银林妖兽为敌的 逼回叶灵 只是要多一名对付这些银林妖兽的人 不管接下来是否还要和哈姆头妖兽凭个你死我活 这哈姆头妖兽此刻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最强力的帮手 现在这哈姆头妖兽很明显是一击击中了混原银蛙要害的样子 不仅混原银蛙的嘴里冒出大团大团的银色粘液 就连身上的荧光也马上消瘾了下去 但是这头混原银蛙的眼中 却是反而浮现出了一丝对方重计一般的得意神色出来 荧光一闪 这件一条身材凹凸有致的银色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崩塌下来的紫黑色金柱后发 此条银色身影 赫然正是先前缠上了畏索的那头女皇级雌性妖兽 这头实力也十分惊人的雌性妖兽 出现在只露出了一只蓝色爪子的蛤蟆头妖兽的后方之后 却并没有攻击蛤蟆头妖兽 而伸手一抓 直接插入了随着紫黑色金柱碎粒而显露出来的那头混原银蛙尸身的胸口 抓出了一颗近乎透明的鸽蛋大小的珠子出来 这颗珠子似乎不是内丹 而是这头远古级的混原银蛙进阶后产生的法珠 随即没有丝毫的停留 咕了一声 此头雌性妖兽马上就让这颗法珠吞了下去 飞快的往后掠去 剩余的六头银铃妖兽也全部不管被蛤蟆头妖兽洞穿的混原银蛙 而是都飞快的聚集到了此头雌性妖兽的身中 只见蛤蟆头妖兽的那只蓝光爪子马上从混原银蛙的胸口抽了出来 带出了一股喷泉般的银色粘液 这只爪子抽离出来的同时 那头混原银蛙就已经毫无生气的往后栽倒了下去 看上去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但是爪子从这头混原银蛙的体内抽离出来之后 这只爪子上却是荧光闪闪 混原银蛙体内不少的银色粘液 却似乎死死的沾附在了这只爪子上一般 而这只爪子上的蓝光也并没有消影下去 似乎要抵挡这些银色粘液的侵蚀 随着一层流水般的蓝光的闪动 却是眼前自己无法隐匿身形的蛤蟆头妖兽 索性显出了身影出来 此刻 只见此头浑身笼罩在一层护铁蓝光中的妖兽 一对昏黄色的眼睛里面也都是充满了惊怒异常的表情 六头银铃妖兽团团围住了那头女黄级雌性妖兽 虎视眈眈的看着蛤蟆头妖兽和在场所有的修饰 六颗银色的妖丹悬浮在头顶上方 上面的荧光吞吐不停 鼠随时都会击射出来 而最正宗那女黄级雌性妖兽身上的变化 更是让卫索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头女黄级雌性妖兽身上是银霞闪动 整个身体内骨骼是咔咔做蒋 竟然是飞快的长大了起来 其身下竟然是直接长出了一条粗壮的蛇身 而两条腿居然是略微萎缩变形 也变成了两条手臂的样子 其骨骚着的小腹也彻底的平滑了下去 很快 此头女黄级妖兽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和那头紫黑色金竹之中混原银蛙一样大小的庞大妖兽 其外观和那头混原银蛙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身上多了两条手臂 有四条手臂 这到底是一头火炎银蛙 还是什么那新的妖兽啊 这头妖兽要是比火炎银蛙还要恐怖 那我们全是死定了 绿帕老头在卫索的耳中是哇哇大叫啊 就在此时 卫索却是突然看到 蛤蟆头妖兽朝着自己和燕丽花等人飞快地点了点头 对着那头女黄级雌性妖兽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然后又飞快地点了点外面 看此刻这蛤蟆头妖兽的动作 似乎是在和卫索谈条件 要让他们一起击杀此后妖兽 然后会放卫索等人离开的样子 但也就在此时 那头女黄级妖兽 却似乎已经彻底完成了一遍一遍 身上轰的一向 陡然爆发出无球无尽的浓厚银色霞光出来 这种浓厚的霞光 几乎是瞬间就充斥了整个大地 卫索和姬亚阴丽花的身外 早就已经浮现出了一个 清白色的灵光光照和蓝色光照 但是被周围的银色霞光引压 最外面的一个清白色灵光光照 啪啪作响 仿佛很快要支持不住的样子 卫索和姬亚阴丽花都是脸色大变的 这种银色霞光的威能 似乎接近凌阶上品的法宝威能 充斥了整个大地 根本无法闪避 只有硬档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此种银色霞光 还有隔绝神石的作用 以猥琐的神石 都只能探到十几丈之外 此头变成了四臂混原银蛙的妖兽 如此轻易地释放出 笼罩范围如此之广 未能如此强大的银色霞光出来 其实力绝对是远远超过先前那头女皇级雌性妖兽 在这种情形之下 再发动其他进攻的话 根本就难以抵挡 啪 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 在前方乍响 为所等人周遭的银色霞光突然完全消失 变得清明了起来 只见那头蛤蟆头妖兽 此刻却是飞略在那头四臂混原银蛙的头顶上空 保持着一爪狠狠迹象 四臂混原银蛙的姿势 而混原银蛙身上发出的银色霞光 却是全部收了回去 汇聚在其头顶上发 赫然形成了一朵四片花瓣的银色花朵模样 就和哈木头妖兽的那只爪子撞在一起 时间好像凝固了一下的样子 哈木头妖兽身上蓝光大方 被震得往后倒飞出去 但是那朵银色花朵模样的凝聚霞光 也被打得爆裂开来 此头哈木头妖兽的实力 似乎和这头两人多高 半人半舌的庞大四臂妖兽 十分接近的样子 擒贼先擒王 先配合此兽击杀这头混原银蛙 见此情形 为所精神顿时严正 这些再次激发手中的青索银法杖 一团灰黑色光滑 将场中那头庞大的妖兽是笼罩其中 被灰黑色光滑一照 此头庞大的四臂昏银蛙的身上 顿时散发出快速衰老的气息 显见这灰黑色光滑 对这头妖兽也是有用的 但是这头妖兽眼中的神色 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 荧光一闪之下 这头妖兽庞大的身影 瞬间就从原地消失 直接就在魏左等人的后访 不远处显现了出来 阴丽花金单上的绿色霞光 顿时凝成了一个猙獰的绿色裤子头 朝着这头妖兽击去 啊 但是让阴丽花脸色 瞬间煞白的是啊 这头庞大的妖兽脸上 却是浮现出了一声冷笑 口中银霞一闪 竟然直接就将这团绿色霞光吞了下去 而且这团绿色霞光 对他来说 竟然是有如补品一般 一吞下去 其身上的荧光反而是又浓厚了几分 咻 就在此时 大殿之中突然发出了一声 尖利至极的爆音 一道金焰 在火云真人的身前一闪 便到了这头混原银蛙的身后 这一下 却是火云真人激发了他那件 金色祥母楚外形的法宝 一开始夜灵取出的第一件 丢给陈老怪的那件金色法宝 和火云真人的这件外观几乎相同 但是丢给陈老怪的那件 激发出来之后 是在法宝的前端 凝成一道十字般的金芒 而火云真人的这件 却是在法宝的周身燃烧起熊熊的金焰 而且火云真人的这件法宝 速度也是接近瞬移 很明显 五件金色法宝 虽然外观类似 微能都是道街上品 但是在特性上 确实都有差别 这件法宝一打出来 此头原本似乎完全就不将 卫索和英丽华等人 放在眼里的庞大妖兽 眼中却是马上出现了如临大敌般的神色 荧光一闪 又闪回了六头银铃妖兽的护卫之中 见到这样的情景 银丽华顿时也是心中一动 激发了手上的金色法宝 昂的一声 银丽华手中的这件金色法宝激发之时 却是发出了一声龙银般的轰鸣 上面散发出的金光 却是形成了一只金色龙爪的模样 随着火云真人的伸手一点 他那件速度型的金色法宝 飞回了他的手中 又重新激发了出去 这件两件金色法宝一牵一牢 全部打将了那头混云银蛙 周围护卫着的六头银铃妖兽 就像同时收到指示一般 悬浮在其身前的银色腰带上 齐齐发出了一道银色光柱 迎向了两件金色法宝 吃吃 连声不停的爆响 这两件原本用来协助封印的金色法宝 似乎对这些妖兽发出的银色光柱 有着天生的克制作用 银色光柱和这两件金色光柱上 发出的金光一触 就马上都像冰雪一道烧红的铁条一般 飞快的消毒 六道银色光柱 都似乎有些阻挡不住这两件金光法宝的意思 魏族人顿时是心中狂喜 此种情形之下 只要叶灵再激发那两件金色法宝 肯定是可以马上洞穿 这六条银色光柱的防御 攻击得到那中间的四臂混元银蛙的 而且说不定叶灵手上的两件金色法宝之中 也有速度型的 这样就算火焰银蛙用瞬眼来闪避 也能对其形成很大的威胁 这个贱人 但让魏族和火焰真人差点直接气冤过去的是 这件叶灵眼光闪动了一下之后 竟然是根本就不出手 惨白色光华一闪 竟然是又直接掠出了身后一道拱门之中 掉头就跑了 这稍后的大战可真是有点凶多吉少啊 究竟如何 暂请下集分解 听的朋友 通天之路第203集部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204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204集 另外一头 身影庞大的混元银蛙 眼见两件金色法宝 飞快地穿过银色光柱的威胁 冰冷的双目中 却是闪现出了一丝惊异的神色 玄机 死头明显智商都不在修饰之下的妖兽 好像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 布满银铃的脸上 现出了一丝喜色 死头妖兽 马上没有丝毫停留的张口一喷 喷出了一团银色艳光 裹住了那两件 威能惊人的金色法宝 在魏所等人亥然的目光之中 这两件倒接上品 而且对混云银蛙这种杂交后的后代的术法 威能有明显克制作用的金色法宝 妖兽身上的银光更加明亮了一些 这头妖兽连法宝的威能都可以吞噬 实在是太恐怖了 立派老头在魏所的耳中 如同发疯一般的尖叫 以往他一直提醒魏所 越是在危险的环境之下 越是要镇定 但是眼下这种情形 他自己却是怎么都镇定不下来了 真正的混云银蛙 就算完全长成彻底成年 也只是体内腰圆的储量惊人 释放出的银色 霞光威能强大 笼罩范围又极广 其速度也是快到瞬移的地步 但却是根本不具备 吞噬金丹鸡修饰霞光和法宝未能的 此刻这头混云银蛙 明显是吞噬了 那头远古级的混云银蛙的法柱之后 又和占据身体的这头 女皇级银银腰兽融合 所以才又形成了 此种恐怖的能力出来 修饰的术法法宝 甚至连金丹鸡修饰的金丹霞光 都能吞噬 那修饰还有什么东西 能与之为敌的 走 眼见这样的情景 浑身寒气直冒的卫索 激发了如意玲珑塔 白光一闪之下 卫索等人就到了火云真人的身旁 但是 似乎早就明白了卫索的意图一般 在如意玲珑塔 白光闪动之时 半人半舌 十分妖异的 四壁忽言云蛙的脸上 就浮现出了 以此一切 仅在掌握一般的 冰冷笑意出来 六头原本护卫着 此头妖兽的银铃妖兽 却是直接掠向了 其中的三个拱门 每个拱门前 堵了两头 而此头妖兽 自己却是荧光一闪 堵住了另外一个拱门 一副关门打狗 不想放走任何一个人的架势 魏小友 就凭你此刻还想到不抛弃我 想和一起杀出去 此番若是能侥幸不死 你这个朋友 我是交定了 看到瞬间出现在自己身边 原本准备想用如意玲珑塔 带自己一起逃跑 但此刻 见到这些银铃妖兽的动作 而顿下来的猥琐 火云真人眼光一闪 说了这一句 看来这火云真人的长相 虽然是一点尖酸刻薄像 但其确实要比绝大多数修士 要讲义气的多 要是平时听到有一名金丹妻大 就是这么说 魏索心里 估计早就高兴得要死了 有一名金丹妻的生死之久 不知道有多少的好处 但是此刻 魏索看着火云真人点了点头 嘴角却是浮现出了一丝苦笑出来 至少从眼前的情形来看 他们这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就在此时 这一道惊人的银色光柱 从那头一脸冰冷笑意的混元银蛙口中喷出 简是瞬间化成了一个弹形的银色光照 将魏索等人全部照在了里面 令魏索等人满脸骇然的是 身外的灵光光照和这银光光照一出 微能就马上被吞噬掉 而且银光光照上的银光却变得更为浓厚 就连阴丽花和火云真人金丹上的霞光冲击上去 也只是能够将这个银色光照激出一些孔洞 但片刻之间 这些孔洞就迷合了起来 而银丽花和火云真人金丹上的霞光 却反而被吞噬了不少的样子 啪啪 银色光照上 马上爆发出了数声剧烈的爆响 而银色光照却是没有什么动静 这副样子 应该是那头混元银蛙 只想先将卫索等人困住 然后先对付了那头蛤蟆头妖兽再说 毕竟 那头蛤蟆头妖兽的护铁蓝光 似乎不受她的荧光吞噬 和她的实力最为接近 对她来说最为棘手 银丽花 此次看来不拼命 是根本不可能逃得出这里了 火云真人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化了片刻之后 却是无比冰寒的对银丽花说了这一句 听到火云真人的这句话 银丽花的身体顿时猛的一颤啊 他听得出火云真人的意思是只有依靠自曝金丹拼命了 但对于金丹继续来说 修出的金丹就像是一身的修为 一身精华凝聚所在 金丹一爆 别说是相当于修为去掉一大腕 就连肉身都遭受很大的损伤 相当于修道的天赋都下降许多 不出意外的话 自曝金丹的修士 此生都是不可能重新修出金丹了 啪 就在此时 包裹在卫所党人身外的银色光照上 突然出现了一点蓝光 随即蓝光扩大 这个银色光照被一下子扯得四分五裂 眼前的景象 更是让卫所党人的呼吸都为之停顿 浑身蓝光闪烁的蛤蜂头妖兽 此刻就在卫所党人的身侧不远处 显见这个银色光照是被他击破的 而此刻 这头蛤蜂头妖兽已经又断了一臂 小腹部位也洞穿了一个窟窿 而堵在三个拱门前方的那六头银银妖兽 此刻一头已经好像被乌马分尸一般 裂成了几块 还有一头腹部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洞 正无力的跌坐在地上 气息奄奄的捂着伤口的样子 那头庞大的四臂浑源银蛙 浑身荧光流动 却是完好无损 而且脸上得意的神色更浓 看着蛤蜂头妖兽和卫所等人 完全就像看着一批戴着宰杀的羔羊眼般 蛤蜂头妖兽小腹伤口之中 血液在不停地涌动 很明显伤势极肉 但让卫所目光聚闪的一下是 此刻这头蛤蜂头妖兽 一双昏迷的眼珠肿 却是依旧没有丝毫恐惧的神色 此头妖兽一举击破银色光照之后 却是直接看着卫所 十分冷静地点了点头 随后这头已经断了一臂 小覆上一个窟窿的蛤蜂头妖兽 随着蓝光一闪在原地消失 直接出现在了那头混源银蛙的身后 卫所身体一正 似乎反映过来什么似的 而与此同时 混源银蛙布满银色鳞片的脸上 却是浮现出了一丝不屑的 绩效神情 一朵花朵般的银色霞光 又在他的身后凝处 击向了蛤蜂头妖兽 在他的料想之中 此头实力比他要略差一些的 蛤蜂头妖兽 肯定会和前几次一样 直接被震飞出去的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此时一点赤红色的光滑 却是从这头蛤蜂头妖兽的口中 喷了出来 这一点赤红色光滑 赫然是先前那名火皇宫 粗犷修饰的金丹 只是这颗金丹 似乎已经被消化了许多 只有不到先前一半的大小 轰 和银色霞光一撞 这颗只有一半 鸽子弹大小的金丹 猛烈地爆炸了开来 翻映出一团团 未能惊人的赤红色丹火 花朵模样的银色霞光 猛得往后一挫 随即爆炸开来 啪 浑身蓝色光 闪烁的蛤蜂头妖兽 剩余完好的一只爪子 插入了混原银蛙的内部 整个身体 直接挂在了混原银蛙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一旁灰黑色的光滑 从猥琐的手中喷涌而出 将混原银蛙和蛤蜂头妖兽 全部包裹在内 混原银蛙似乎反映过来什么似的 眼中除了内部被冻穿的痛楚之外 闪现出了一丝恐惧的神色 身上荧光一闪 就想瞬移出去 但是其身上荧光一闪的同时 蛤蜂头妖兽身上呢 也是蓝光大方 蓝光一阵将是如同磐石一板 死死的压住了混原银蛙 让其根本无法顺移 这头庞大的混原银蛙 发出了尖力至极的吸气声 宛如整个大殿之中的空气 都一下子被他吸了关键 同时 其四条手臂上 也是银匣大方 狠狠的击打在了 挂在他背上的 蛤蜂头妖兽身上 砰 每一击落下 蛤蜂头妖兽的口中 都是攀出了一团鲜血出来 但是此头妖兽 昏黄的眼中却闪着 无比坚定的力芒 依旧死死的挂在他身上不放 剩余此头 没有遭受任何损伤的银领妖兽 见此情景 顿时也是神色大变 四颗银色的妖丹 直接就飞射而出 朝着蛤蜂头妖兽 砸了下去 杀 见此情景 火云真人脸上浮现出了一丝 猙獰的神色 其身前的金丹也是轰然 击射而出 一旁旁黑油般的 凝稠的火焰 从金丹上升堂而起 只是瞬间 这颗金丹就变成了一个车轮大小的恐怖黑色火球 直接轰出这颗金丹的同时 火云真人也是身体一颤 蛙的一声 喷出了一口血来 眼见这样的景象 脸色霜白的银绿花也是一咬牙 悬浮在他身前的金丹也是朝着那四颗银色腰丹轰了过去 阴丽花的这颗脆绿色的金丹上 同样也是绿色光眼升堂 整颗金丹化成了一个斗大的绿色骷髅头 火云真人和阴丽花的这两颗腰丹 轰击出去之时 完全就像一座巨山在空中飞行 携带着恐怖的碾压窃士 比猥琐的门板飞剑 都不知道缠重了多少倍 金丹一重修饰的金丹霞光 威能便相当于倒阶中品的法宝威能 而金丹本体撞击的威能 却是相当于倒阶上品的法宝威能 现在火云真人和阴丽花拼命之下 金丹轰击的威能 更是超过了倒阶上品的法宝的威能 平时猥琐的门板飞剑 差不多能和金丹霞光的威能相当 但是此刻 若是和这两颗金丹一撞的话 肯定会撞飞出去 说不定还会引起一些损坏 只见两颗银色的妖丹 和火云真人的黑火金丹撞在一起 如同两头蟒牛斗角一般 僵持在空中 但银色妖丹上的荧光 却是不停地被黑色丹火灼烧 如同热油一般融获 另外两颗银色妖丹 和阴丽花的金丹撞在一起 银光和绿色光焰 却是翻翻滚滚 看上去都在不停吞噬对方一满 这四颗银色的妖丹 被火云真人和阴丽花联手挡住 但是卫琐和机亚 也马上从火云真人和阴丽花的身上 感觉到了一种飞快衰竭的气息 很明显 此种驱使金丹 不仅是大量消耗金丹真源 居然肉身也根本得不到金丹灵气的滋养 如同一抹茁壮成长的大树 突然陷入了快速脱水的境地之中 就在此时 一个青黑色的鬼爪 却是误然从卫琐另外一只手 爆射而出 雾的一下 卷住了一道金光 射回了卫琐的手中 却是卫琐在不停的激发青索银法杖 使得灰黑色光滑死死的笼罩住 被哈姆陀妖兽震住的庞大混元银蛙的同时 施展悬煞鬼爪 一下子将陈老怪尸身前的那件金色法宝 抓到了手中 没有任何的迟疑 此件金色法宝马上被卫琐激发而出 这件居然是零光烈的攻击法器 这件此件金色法宝被激发之后 没有脱手而出 却是攀涌出了一条 水柱粗细的水晶般金色光柱 一进到卫琐激发出此件金色法宝 庞大的混元银蛙口中的是荧光闪烁 似乎又想要激发出 那种可以吞噬书法和法宝的荧光出来 但就在此时 哈姆头妖兽身上 蓝光猛的一放 插在他肋下的爪子 又往里面插伸了几寸 这一下混元银蛙顿时无比痛楚一般 身体乱晃 拼命的想要将哈姆头妖兽抖下去 其口中的荧光 也没有能够激发出来 这件卫琐手中金色法宝上发出的金光 冲击在了其中一头银林妖兽的身上 却是一下子在那头妖兽的身外凝成了厚厚一条 菱形金色金柱 金色金柱中那头银林妖兽面露惊慌神色 浑身荧光闪烁 明显是未死 但是被封印住 一时却是怎么都冲破不了身外的金色金层 并冻结在了里面 好法宝 畏锁的眼睛顿时延亮 这五件金色法宝 果然是各有神妙 他现在到手的这件 虽然不是直接攻击型的法宝 但是其微能 却是倒阶上品 连这种六级高级的妖兽都可以封印得住 加上又是灵光丽的法宝 本体更加不容易损坏 和之前虎云道人那件 速度惊人 顺移型的攻击法宝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不分高相 此时 在魏锁手上 青锁银法杖上发出的 灰黑色光滑的笼罩下 大殿正宗庞大的混元银蛙身上 已经开始显露出苍老的气息 其脸上细密的银林 光滑都开始暗淡了下来 跟着一种从壮年开始进入老年的感觉 而此时 这头混元银蛙 也似乎彻底的发狂了起来 四条手臂上 浮现出了一层水银般的光滑 再次狠狠的打在身后 蛤蟆头妖兽的身上 咔嚓 这一下 所有的人的眉头一跳啊 很明显的听到了 蛤蟆头妖兽身体内 无数骨骼爆裂的声音 一团鲜血 从蛤蟆头妖兽的口中喷了出来 其眼中的黄光 也开始暗淡了下去 任谁都可以看出 此头妖兽离死 已经不远了 但是 一股更为森然的神色 却是浮现在了 此头妖兽的眼中 宛如戒地一般 此头妖兽的爪子 扑的一声 又是扎伸了一尺 几乎其间默入了 混元银蛙的体内 混元银蛙的身体 猛得也抽 两个眼睛都好像裹了出来 咔 魏佐再次激发了手中的金色法宝 发出的金色金光 却是将两颗和银丽花 相持不下的银色腰单中的一颗 也冻结了起来 这一下 银丽花顿时压力拒减 只见那硕大的绿燕哭了头 一下子就将当前的一颗银色腰单 闲入了口中 啪 就在此时 那头蛤蟆头妖兽终于支持不住 被混元银蛙打得飞了出去 但是让人牙齿都不有的发寒的事啊 只见那头几乎没有了什么生气的蛤蟆头妖兽 倒飞出去之时 那只爪子 还是死死的 抓着一截肠子 这下飞出 千千零零 扯了好大一条肠子出来 砰 一团银色火焰 从混元银蛙的口中喷出 将蛤蟆头妖兽狠狠地 轰下地面 在地上 炸开了一个恐怖的深坑出来 但是与此同时 这头混元银蛙的身体 却是晃了晃 也是支持不住 无法顺移了 见到这样的景象 卫索等人脸上同时浮现出了喜色 在维持着手上的青索银法杖继续激发的同时 咔的一手 卫索手中的金色法宝 又是将两颗和火焰镇的金丹 相持的银色腰丹 也冻结住了一颗 火云真人压力清 眼中顿时立芒一闪 滋滋声不断 剩余的一颗银色腰带上 荧光飞快地被烧灼干净 随即黑光一卷 此颗银色腰带 竟然是被火云真人卷到了面前 伸手一点 一个光伏压在了上面 然后这颗银色腰带 竟然是被他硬生生地抓下来 收入了囊中 末底 庞大的混元银蛙 银鳞下的皮肤上 突然出现了一条裂纹 一股绝望的神色 突然闪现在了 此头之前 还不可一世的强大妖兽身上 随即这头妖兽一张口 一条银芒射了出来 朝着外面顿去 猥琐飞快地一仰手 一股金色精芒 正好撞上了这条银芒 只见被冻结在里面的 赫然是一条银色 液体凝成的小小的混元银蛙 啪得一声爆响 但是厚厚的金色精柱 马上就被这条 液体般的混元银蛙冲覆 然后银光一闪之下 这条银芒 便消失在了 其中一个拱门之中 剩余三头 已经明显不是对手的 银银妖兽 却是不要命一般地 堵在了那个洞门的前方 为所等人顿时 面色大变 但只是瞬息的时间 那个拱门后方的通道之中 却是发出了一声震响 一股隐隐的白光 马上从拱门之中透了出来 为所等人的眼中 只是才闪过了一丝惊怡的光芒 一轮似乎隐隐 有无数符纹涌动的白色霞光 却是喷涌而出 一卷 就将那头已经被火云战人 收了妖单的银银妖兽 卷了进去 似乎是抢东西一般 直接抢过去 收了起来 预知来者何人 稍后会有更加精彩的大战 下集赶快分解 听众朋友 童天之路第204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童天之路第205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就是一卷 又将一头银银银妖兽 卷了进去 这些银银妖兽 本来都接近于一名金丹七修士的实力 两头联手对付一名金丹七一重修士的话 那名修士恐怕还要不敌 但是此刻和卫索 火源真人等人 聚战之下 损耗十分剧烈 连本身一半的实力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白色霞光 却是几乎没有抵挡能力的一般 连收了两头银银妖兽之后 一名给人十分阴柔感觉的金丹七修士 才在那巨石拱门的后方 显露出了身影 此人赫然正是为所见过两次的 宝伞真人 妖伞伞 火源真人 想不到你也见了这小天界呀 看来你的消息也是十分灵通啊 说话之间 妖伞伞的手下却是丝毫没有客气 双手一卷 一股白侠在了身前轰然迸发而出 一卷又是将另外一头孤零零的银银妖兽 也卷在了里面 这剑被其白侠卷在里面之后 那头银银妖兽只是扭动了几下 就像是窒息而亡一般 一动也不动了 随后腰散散 便将这头妖兽也收入了纳宝囊中 这种实力堪比金丹七 修饰的六级高阶妖兽 身上的材料可以炼制出道阶下品的法宝 遇到厉害的六品以上的炼器师 甚至可以炼制出道阶中品的法宝 居然连这种级别的妖兽都杀得死 虎云真人 你们的手段可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嗯 就在腰散散淡淡的看了虎云真人和卫佐等人一眼 说了这一句的时候 只见那被混原银蛙轰出的深坑之中 那头已经气息全无的蛤蟆头妖兽 身上却是浮现出了一丝蓝色的光焰 然后整个身体好像燃烧了起来一板 以极快的速度变成了一棚飞灰 一片半个巴掌大小的古朴蓝色玉符 却是在灰烬中显露了出来 腰散散 你这赶来的时机倒也是巧啊 火云真人扫了一眼灰烬中显露出来的古朴蓝色玉符 目光停留在腰散散的身上 眼中警惕之意尽险 只能说我的运气还算不错了 腰散散的目光掠过了陈老怪的尸身 好像有些惋惜一般 陈老怪纵横一生如此威靡 想不到竟然会陨落在此处 腰散散 此处的妖兽都是我们力拼这样杀死 你该不会也想分一杯羹吧 火云真人没有丝毫废话的冷然说道 那头远古级的混元银蛙 以及蛤蟆头妖兽和为所联手击杀的四臂混元银蛙 都是真正的八级妖兽 一身都是宝 身上的东西至少可以炼制出道街上品的法宝出来 实力也远在金丹两重修饰之上的蛤蟆头妖兽 陨落化灰之后 遗留下来的蓝色古服更是有可能有大的隐秘 在里面 但是此刻双方明显都是互有忌惮 都有些不敢动手抓射 生怕对对手趁机偷袭 正所谓见面分一半 腰散散淡然一笑 看了一眼 那头依旧还被金色金柱冻结在里面的银林妖兽 此头妖兽还是活的 我再收了此头妖兽 其余东西都归你们 以我的实力要这些好处 也不算过分吧 听到此语 火云真人眼中冷光一闪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扑的一声 腰散散突然一张口 攀出了一条红白相间的光滑 此条光滑一攀出来 腰散散浑身的灵气都是为之一暗 似乎真人和精血都损耗了极其剧烈的样子 只见此条红白相间的光滑之中 白色的赫然是金丹的霞光 其中无数光伏流动 而红色的赫然是一条条的精血 一攀出来 一条条的精血就马上融入白色霞光中的光伏之中 而光伏的光芒瞬间就明亮了数倍 攀出口时 此条光滑还是红白相间 但是电光火石之间 此条光滑已经全部变成了白色 一股毁灭性的气焰 瞬间充斥了整个大点 这条光滑没有射向金色金柱里面的那头银铃妖兽 而是一闪朝着阴丽花接了过去 小心 火云真人脸色巨变 身前的金丹上再次冒出了黑油般的丹火 阴丽花和卫索本来也是早有戒备 但是腰散散喷出的此条光滑 却是瞬移的速度 而且上方散发出来的威能 带着强大的镇压之力 一闪到了阴丽花和卫索等人的身前 一股庞大而惊人的气场 也同时死死的压住了阴丽花和卫索 让他们根本无法闪避 这瞬息之间 卫索只来得及激发了手中的金色法宝 涌出了一道金色金光 但是这道金色金光 却是一下就被腰散散发出的 这道白光击碎 突 原本已经有了一个孔洞的黑水帘 又被这道白色光滑 击出了一个孔洞 随即 阴丽花的金丹也发狂般的旋转了起来 无数玄傲至极的光伏流转 挡在了身前 锅 但是一声好像天外传来的爆响声 所有的光幕几乎全部崩碎 金丹上翠绿色的霞光几乎全部消失 随即 阴丽花的这颗金丹 被腰散散的 这道白色霞光打得倒撞进了自己的体内 又从后背掏了出来 前胸到后背 出现了一个背斩般大小的血窟窿 猥琐 与此同时 鸡牙脸色 煞白的一声惊呼 猥琐也是浑身一震 一口血泉从口中喷了出来 腰散散 你如此作为 难道不怕海鲜宗和阴尸宗 联手杀上你火荒功吗 火云真人夜生力后 已经变成黑色火团的金丹 如同天外陨石一般降临在了腰散散的头顶 见此情景 面向十分阴柔的腰散散 却是不慌不忙的寄出了一件圆盘状的法宝 随着它的真元击法 此面圆盘状的法宝上浮动出生 死 修期 四个骨体大字符文 同时射出了一股白色光珠 如同喷泉一般 顶住了火云真人的金丹 让火云真人的金丹压不下来 火云真人 若是在平时你还勉强和我一战 现在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连金丹威能都损耗的 只比得上一件盗截中品的法宝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至于海鲜宗和阴尸宗 只要我将你们全部杀光 又有谁会知道 是死在了我的手里呀 说不定这阴尸宗的人 都是死在你火云真人的手里的吧 说话之间 他鸡蛋大小的白色金丹 也从头顶浮现了出来 一条条白色霞光 形成了一头白色神像的光影 朝着火云真人的金丹就压了过去 这件火云真人金丹上散发出来的黑火 也马上被压得一层层 湮灭下去 火云真人面目猙獰的一声力吼啊 似是要自爆金丹 但是金丹上的光伏 却被腰散散 那叫圆盘状的法宝上发出的白色光珠给震住 连自爆都不能 但就在此时 腰散散的眼中却闪过了一丝恶然的神色 怎么着 一旁的猥琐 喷出了一道血泉之后 却手脚不停伸手一点 一滴一箱四溢的鲜血状丹叶 打入了生气迅速消散的阴丽花的口中 与此同时 一块红光耀眼的金石浮现在了他的手中 随着其真元不停的灌注催动 两滴一箱四溢的鲜血状丹叶 又从这颗金石中滴了出来 滴出了两滴此种丹叶之后 这颗金石上面的红光大霄几乎变成了白色 而为所没有丝毫停顿的将这颗金石收起来的同时 也马上将两滴一箱四溢的鲜血状丹叶 丢了自己的口中 随即 只见为所一声闷口 脸上浮现出了十分痛苦的神色 身上原本没什么变化的生机 也突然遭受了致命重创一般 极其惊人的衰竭了下去 但是很快 一团强大的生气又从为所的小腹中燃起 为所的生机也马上飞速的旺盛了起来 而为所身旁的阴丽花 气息也是很快平稳了下来 胸口的一个血窟窿 也是很快的愈合了起来 哼 见此情景 腰散散眼中又是寒芒一闪 其白色金丹直接狠狠地砸在了火云真人的金丹上 两颗金丹 一颗鸡蛋般大小 一颗鸽蛋般大小 但是狠狠一砸 却是有如两座山头撞击在一起 惊人的气浪狂卷而出 腰散散的金丹猛得也正 而火云真人的金丹 却是马上咔的一声猎响 浮现出了许多条猎纹 哼 火云真人一夜生门横 马上跌落在地盘坐了起来 连身上的灵气也散乱了 白光一闪 猥琐当人却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侧 想不到你除了血精石之外 居然还有刻意暂时封印住伤势的秘法 包括你只是分年镜四重的修为 难道还想逃得出去吗 哼哼哼 腰散一声冷笑 霞光一卷 竟然是将火云真人 已经出现裂纹的金丹上的光滑 全部压得消瘾了下去 随后伸手一抓 直接就将火云真人的金丹收入了自己的纳宝囊中 与此同时 悬浮其身前那件圆盘状法宝上 生死修妻 四个谷体大字符文之中 修妻两道符文光滑式大方 原本圆盘上射出的白色光柱 却是变成了一个白色光照 将卫所等人一下子笼罩在了里面 卫所 闭目盘坐在地 被夺了金丹的火云真人 突然睁开了双目 伸手一点 一道紫黑色光点 从其指尖飞出 一下子淹没在了卫所的额头之中 太古凶火剧 卫所脑袋之中 只觉得嗡的一响 却是浮现出了一篇学傲的术法图露出来 此刻 这火云真人 却是突然传了他一道术法 这一指点出 火云真人眼中的神光 也一下子涣散 生机断绝 又是一名金丹七大修士 陨落当场 猥琐脑海中的术法图露 闪闪发光 这一瞬间 他就感觉清楚 此篇太古凶火诀 是天洁中洁的术法 但此篇术法 却是要抽引地底黑煞火器 慢慢修炼的 此刻 一时也根本用不上 火云真人将此道术法传给他 应该是将自己 最为厉害的术法传给了他 想让他有机会逃脱出去 为他日后报仇之意 叶三三 你居然敢偷袭我 你一定会收到我阴师宗无穷无尽地追杀他 火云真人陨落的瞬间 已经开始调息的阴丽花 也睁开了双目 厉声喝道 嘿嘿 说什么废话 要说怕阴师宗的话就不动手了 叶三三冷笑了一声 一眼扫过那两头混原银蛙的尸身 以及依旧躺在坑底的那片 蓝色玉符 方才为了杀你 我可是也至少消耗了十年的修为 不过此次的收获 应该足够让我突破到金丹两重的修为 再练出数件厉害的法宝了 到时候 你们阴师宗就算知道是我杀的你 我也可以在火荒宫闭关不出 反正我此次出去之后 闭关也是要消耗大量时日的 等到我闭关出来 恐怕除了你们的单疼的血能老祖之外 也没有人能够对付得了我了 你现在和火云真人一样 金丹未能也损耗得差不多 侥幸未死而已 至于你 腰散散的目光停留在了魏索的身上 你手上这件法宝 算是真正的道街上品 可是光有这样一件法宝 你还是根本无法和我披敌的 若是你乖乖献上此宝的话 说不定会让你死得爽快一些 但此时 魏索就是根本就没有听到腰散散说话一样 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取出了一柄黑色的小豆 随即他们将此柄黑色小豆 刺入了火云真人的胸口 嗯 这小子耍什么花样 看到魏索将一柄黑色的小刀状的法宝 刺入火云真人尸身的胸口 腰散散是皱了皱眉头 随即腰散散也没有废话 白色的金丹上一层层的霞光升腾起来 形成了一头祥云笼罩的白象 朝着魏索 姬牙和阴力花碾压过来 似乎因为所修功法不同 金丹霞光宁城的法像也是各不相同 而且所修功法品级越高 金丹霞光宁城的法像的威力也越为强大 此刻 腰散散金丹宁出的这头白象法像 其威势就远超先前火云真人 金丹上的黑火和阴力花的绿色骷髅头法像 咔 面对腰散散 如同巨山一般碾压过来的金丹白象法像 魏索却然面无表情力阳首 激发了手中的金色法宝 只见一股金色精柱 从金色法宝前端涌出 却和迎面碾压过来的白象法像相持不下 魏索手中的这件金色的法宝 是真正的道街上品的法宝威能 已经和普通金丹衣虫修饰的金丹本体撞击威能 相差无击 现在腰散散的金丹霞光法像 就能和这件法宝的威能相持不下 说明这腰散散不仅是功法强横 而且其修为恐怕也是已经达到了金丹衣虫的巅峰 到了快要突破到金丹两重修为的关口来 嘿嘿嘿 给我死 随着一声冷笑 腰散散伸手一划 一条彗星般的白色星云骤然凝触 瞬间轰破了魏索党人身外的所有灵光光照 一直打到最里面的黑水帘上 才被阻挡住 强大的威能 壮的包裹着魏索党人的黑水帘是倒飞而出啊 像腰散散这样的金丹修士 不仅金丹威能十分恐怖 而且施法和激发法宝的速度也远在魏索之上 吃 一道黑光从魏索的手中射出 同时张开两片黑 速度惊人 嗯 腰散伸手在其身前的圆盘状的法宝上一点 圆盘上生死休期 四个谷底大字符文又同时大亮 随即一道白色光柱涌出 竟然也是如同冻结一般 将畏索激发的黑光是照射在内 动弹不得的样子 白色光柱之中 赫然是方才畏索 刺入火云真人胸口的那柄黑色小刀 但现在黑色小刀上却是散发出光纹 和两片巨大黑相连十分的奇异啊 不 就在此时 腰散散的眼中是骤然力芒一闪 伸直一弹 一团白雁打在其喉咙前方不远处 那处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 突然之间猛的一爆 纷纷洒洒 掉落下许多骨粉出来 原来是想用其他手段吸引我的注意力 用这件隐形法器偷袭我 若这件隐形法器是倒阶的 倒是难以抵挡 只可惜这件隐形法器连灵界都不到 腰散散的嘴角 马上浮现出了一丝绩效的神色 怎么回事 但就在这个时候 让腰散散的瞳孔背得一缩的事 吃得一声暴响 那柄被白色光柱照射在其中 过得一动都不能动的黑色小刀的前端 突然射出了一道血光 只是一闪 就直接破出了圆盘状法宝激发的白色光柱 好恐怖的威能 腰散散的心中顿时生腾起了这样的念头 这道血光的威能 给他的感觉 竟然是远远超过了道街上品法宝的威能 一条彗星般的星云 马上在腰散散的身前闪现了出来 但是迟了 咔得一声 如同将人的耳膜都能一下思想的猎想 那一道血光 没有迹象腰散散 而是一下子 冲击在了腰散散的那颗白色金单上 血光一下子全部蹦碎开来 在空中画成了无数条 经络般的血色光纹 而白色金单外 所有的流动的雄耀符文 全部被震碎 甚至发出了泼壳般的声音 天人朋友 通天之路第205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206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206集 这一下给腰散散的感觉 就好像与一颗比自己的金单 还要强横一些的金单 硬撞了一几 他那颗白色金单 在空中狂震的同时 腰散散的身体 也是猛的野震 一口鲜血从口中喷了出来 嗡 金黄两色光滑大方 猥琐的门板飞剑 携带着空气炸裂的爆响 如同一颗陨星一般 同时朝着这颗外表的光纹 已经全部震碎的金单狠狠的展现 哼 腰散散的一声骇然的尖叫 眼光俱闪 似乎是要将这颗金单收回去 但就在此时 金色法宝发出的金色金光 却是没有了金色霞光的阻挡 冲到了这颗白色金单上 白色金单的外表 骤然凝出了一层层金色冰晶 金单在空中猛的一顿 咔 猥琐的门板飞剑 狠狠地斩在了这颗金单上 小子 你竟然用磁的轨迹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腰散散一声尖叫 但是同时 却是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 在猥琐的这一盏之下 腰散散的这颗金单上 赫然也是出现了一条 隐隐的裂纹 他的这本黑色小刀 竟然是一件可以吸取 修饰七血的奇异法器 威灵竟然这么强大 阴丽花的眼中 此刻全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以腰散散这样的修为 竟然会被猥琐 打得连金单上 都出现了隐隐的裂纹 一名金单七大修士 竟然不敌一名 分念镜四重的修士 好机会 腰散散 你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本身阴丽花都是呆在当场 但眼见这样的情景 他也是一下子反应过来 也不顾自己的调息疗伤 绿光一闪 他的翠绿色金单 也是如同陨星一般 在腰散散的这颗金单上 砸了一击 啪 腰散散的金单上 再次发出了破壳般的声音 竟然是失去控制一般 被砸得往下坠落下去 你们全部都要死 统统都要死 给我爆 此时 腰散散的脸孔 都是扭曲了的 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狂吼 想将他这个金单自爆开来 但就在此时 一只青黑色鬼爪 却是狠狠地抓射在了这颗金单上 扑扑扑扑扑 青黑色鬼爪上 凝聚的悬杀阴气 被金单的威能炸得不停溃散开来 看上去 就像猥琐了这只悬杀鬼爪 在不停地流浓溃揽 但是这颗金单上浮现出来的 一个个小小的光纹 却被抵消掉 随即 没有任何的停留 只见猥琐只是面无表情的目光一闪 其门板飞溅 再次嗡的一声爆响 狠狠地砸在了这颗金单上 一颗鲜血 又从浑身矩阵的腰散散口中喷了出来 金单上泛出的光纹 全部消失 只见青黑色鬼爪一抓之下 此刻鸡蛋大小的金单 直接就被猥琐收入了纳宝囊中 腰散散的金单 也被猥琐收走 哼 我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金单一被镇压 收走 腰散散的修为就相当于废弃了大半 在猥琐有如意玲珑塔的情况下 腰散散是想逃都逃不了了 但就在此时 腰散散体内的气血和水分 都似乎马上挥发干净了一板 整个人直接干瘪了下去 与此同时 他的天灵之中 却是冒出了一团白色灵光 还发出了怨毒无比的尖叫声 宝灯夺舍说 一见到此团白色灵光冒出 殷丽花马上也发出了一声惊呼 猥琐 快 击杀此团白光 若让他顿走 还是可以夺舍适合的修饰肉身 夺舍重生的 咔 听到殷丽花此句 猥琐没有丝毫的停顿 手中金色法宝发出的金色金光 顿时向着团白光照了过去 那团白色灵光一声害怕的尖叫 只见那件圆盘状的法宝 很有灵性的阻挡在了那团白色灵光的前方 啪的一声 圆盘状的法宝 被金色金光一冲 没有被冻结住 却是反而碎裂了开来 此种情形 很明显是腰散散 不想让此件似乎也可以位列 盗接上品的法宝 落在猥琐的手中 借此阻挡猥琐的一击之时 还用出了自毁法宝的手段 搜 就这一个呼吸之间 这团白色灵光一闪 便消失在了后方拱门后的通道之中 白光一闪 猥琐也激发了如意玲珑塔 出现在了拱门的后方 但这拱门的后方 也是和大黑天殿一般 有几条岔道 却是已经看不出 腰散散的那团白色灵光 跑到哪里去了 眼见不可能追到 猥琐又马上退回了大殿之中 先是伸手一抓 将蛤幕头妖兽划灰之后 遗留下来的那片蓝色蛊符 抓在了手中 嗯 神识一扫之下 这张蓝色蛊符 没有丝毫的反应 难道是件法宝吗 猥琐沉引了一下 试着将真元灌注了进去 这是 让他和基亚阴力花的呼吸 都为之一致的事 随着他的真元灌注 这片蓝色蛊符上 却是散发出了明亮的光滑 凝成了一张立体的地图 道玄殿 尹引力花一眼就看到了 此张地图上 一座金碧辉煌的电影 发出了一声惊呼啊 这是风波山 看来那白色金柱 的确是这些银灵妖兽 故意弄上去的 以我们到来的 未所看到 这张地图似乎记载着 小天界约三分之一的区域 而且似乎是最为重要的 三分之一区 从这张地图上 他看到了之前他们所到的 那处里面有白色灵光光照 和两条恐怖空间裂口的灵源 那处灵源在地图上名为410 地图上面的注解也十分清楚 一条空间裂缝 是连通天穹外一处 另外一条空间裂缝 却连通着风魔山 风魔山 封印长老及混原银蛙一头 一彩精髓 这张地图上 各处的名称 用途 相关的禁制 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风魔山 封印长老及 忽原银蛙一头 一彩精髓 什么是精髓啊 眼前地图上 有关风魔山的注解 印里花也一眼就看到了 但是什么是精髓 他却一无所知 不知道为所先前收起的 那些灵气十足的精体 便是这地图上所说的精髓 道权殿 灵草原 为所 风魔山之前就是灵草原 风魔山之后就是道权殿 按照这张地图 我们到灵草原和道权殿 根本没有什么难度 而在略一看之下呀 印里花就惊喜至极地叫出了声来 地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 道权殿是放置高阶法宝之地 灵草原 是种植灵药的灵田 血精台 风魔山 道权殿 灵草原 为所只是一眼扫过 就看清了这张地图记载的区域之中 最有价值的就是这四个地点 血精台便是放置血精石的祭台 它和印里花误打误撞之下 却是已经到过 连上面的血精石都已经到了卫所的手中 发达了 卫所呀 这次是真的发达了 有两头会 至少可以练得出道杰中品的法宝 甚至有可能练得出道杰商品的法宝 还有这么多和蓝面修罗杂交的印里药兽 这些都是六级高级的药兽 还有两个金丹基修士的纳马囊 卫所快先看看这两个金丹基修士的纳马囊里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再去道杰店 力怕老头的声音 在此刻都是有些癫狂 有些语无论词 卫所的面上虽然还是不动声色 但是心里却是也是说不出了激动 这次的收获 比起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惊人 如果不是此刻还处于小天界之中 外面说不定还有凶险 再加上和自己有些交情 好歹算是同伴的火云真人陨落 卫所此刻肯定也是忍不住要得意忘形了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卫所先是将火云真人的纳宝囊取了出来 然后如同送行一般 对着火云真人的尸体点了点头之后 便伸手一点 画出了一团先天真火 将火云真人烧成了一棚飞灰 随后 卫所将陈老怪和腰伞伞的纳宝囊也取了出来 同时将腰伞伞身上没有一丝损坏的法衣也扒了下来 对于这名差点将他们全部击杀的修士 卫所是不可能有半分客气的 若不是腰伞伞在施展宝灯夺舍树之时 烧光了全身的精血 现在腰伞伞的尸身已经如同一截枯木 卫所现在肯定除了用石血法刀吸取他的气血之外 还要让尸心虫将他的脑嘴也给吸了 毕竟金丹其修士肉身得到了金丹灵气的滋润 对于师兄来说呀 肯定是大补 收起了腰伞伞的月白色法衣之后 卫所也是将腰伞伞的尸身 一棚先天真火是烧得干干净净 接着 卫所也不避讳阴厉花 先直接将腰伞伞纳宝囊里的东西全部取了出来 嗯 让卫所有些意外的是啊 这名阴柔奸诈至极的金丹气大修士 里面的东西简单至极啊 除了之前收进去的那几头银林妖兽之外 居然是只有两套不知道如何用的镇旗 一个零食袋 啊 这些什么东西啊 卫所将腰伞伞的零食袋打开一看 让他有些发愣的是啊 里面只有几百颗下品灵石 而除了这几百颗下品灵石之外 却是有十片奇特的银色晶石制成的薄薄晶片 卫所取出了一片 看到半透明的薄薄晶片上有十分复杂的花纹 但看上去不像是什么法器 倒像是一片令牌 一三三三加有这么多的零食啊 而一看到这些奇特的晶片 银丽花却倒抽了一口冷气啊 支不足零食 什么意思啊 卫所有些惊疑的看了眼银丽花 怎么 你不知道吗 银丽花微微愣啊 看了眼卫所和鸡养 点了点卫所手中的精符 解释道 这些是玄机坊的精符 玄机坊是云林大陆最大的坊市之一了 在一些大城都有分号 这玄机坊的精符 一片就相当于五十万下品零食 随便的哪一家玄机坊的坊市 都可以马上兑换 而且购买这精符的 就相当于是入股 到每年年底 凭借此精符 就可以得到玄机坊一定数量的分红 基本上一张精符 一万至两万下品零食的分红 是少不了的 顿了一顿之后 银丽花补充了一句 像玄机坊 此种规模的坊市 实际上是不缺零食资金的 之所以如此做 就相当于是拉拢一些大的靠山 因为能够随便压个五十万下品零食出去 换一张精符 相当于入股的修饰 都不会是普通的修饰 若是有什么修饰 令玄机坊吃了大亏的话 影响到玄机坊的收益 便是影响到了这些修饰的分红 说不定就会引起这些修饰的怒火 所以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哪个修饰 或者哪股势力 敢抢夺玄机坊的东西呢 五十万下品零食 听到银丽花这么一说呀 就连绿泡老头 都是忍不住 刀抽了一口冷气呀 一张相当于五十万下品零食 那十张 我算了 不就是相当于五百万下品零食啊 这么多零食 怪不得就连银丽花 这种赚取零食相对来说 十分容易的金丹七大修饰 都是十分的震动啊 要知道 宣老祖虽然一开口 一两百万下品零食 根本不算什么的样子 但那也是对于 整一个宗门来说 宣老祖是海鲜宗的宗主 掌管着海鲜宗所有的零食 但腰散散 却并非是火皇宫的宫主 身上有这么多数量的零食 也实在是太过惊人了 这种金服 是谁去都可以兑换吗 卫索忍不住 看着银丽花问道 这种金服 私下都是可以转手交易的 咱是谁去都可以兑换呢 银丽花当然是知道 卫索在想什么 忍不住笑了一笑 这下你可是大大的发达了 发了一笔横财了 发达了 卫索呀 拿了这么多零食 你身上的零食 就相当于一个不小的 宗门库房零食的总量了 绿旁老头待了一下之后 又在卫索的耳中 狂叫了下来 的确啊 卫索身上原本纯的零食 就180多万 再加上从银丽花身上 得到的50多万 加起来啊 就已经是230多万 再加上这500万的话 纯的零食 便是730万之巨 像太一门那样的宗门 零食库房里头 恐怕平时也只有这样的零食数量 这么多的零食 基本上就算为所突破成了金丹期修饰 也不需要为零食发愁了 因为到了金丹期之后 修为再形突破 绝大部分已经靠的是机缘 很多对金丹期修饰有用的东西啊 也是有零食也根本买不到的 要靠自己去掠夺 去获取了 腰散散的身上 没有其他法宝 就应该是他自毁掉的那件 圆盘状法宝 攻防兼备 而且他本身的术法 也是威力精神 只有道街上品的法宝 才对他有用 低于道街上品的法宝 他是根本用不上的缘故 伸起了一口气之后 好不容易平复下震动的心情的卫所 将腰散散的这个零食袋 收入进了自己专门放置零食 和不用在法宝的纳宝囊中之后 卫所将陈老怪的纳宝囊 也打了开来 一打开这个纳宝囊 那口十分恐怖的黑色瘦纹棺材 便首先充斥了卫所等人的视线 啊 卫所的眼光 又马上跳动了一下 除了这口黑色瘦纹棺材之外 陈老怪的纳宝囊里 连个零食袋都没有 但是却有两条白色的骨剑 一个木盒 一个火红色的单瓶 这两条白色骨剑 正是那十分诡异的 可以叠加的白骨冷火 之前卫所就已经试过 从阴丽花身上得到的三条白骨冷火 和齐子羽身上的一条白骨冷火 加在一起的话 就已经可以达到 零阶上品法宝的威能 再加上这两条的话 应该就快要接近 道阶下品的法宝威能了 这是仰师万寿棺 是我陈师兄花了一甲子的时间 练制出来的法宝 看到黑色瘦文官 露出来 阴丽花却是明显有些心动了 再加上 她看到卫所的眼光跳动 还以为 也是因为此件法宝 所以她马上出声道 此件法宝 只适合我因失踪攻防 对于别派的修饰是没有用的 我虽然对练师之术没有兴趣 不过 若是吞噬电话掉此件法宝的威能 也能令我的修为大为增长 魏所 若是你将这件法宝让给我 那些妖兽的尸身 我都可以不要的 现在阴丽花 虽然是越来越觉得魏所厉害 手段完全不亚于一名金丹七修士 但是这短短时间的接触 她也是看得出魏所很重情义 说话比较算数 所以此刻也是忍不住和魏所谈起了条件 可以 魏所的眼光闪动了一下 伸手一点 将陈老怪的这口阴气森森的黑色大观 收入了陈老怪的纳宝囊中 然后直接将纳宝囊递给了阴丽花 阴丽花和她联手过程中的表现 再加上为了一个交好的师姐 而与叶玲一直不合的态度 确实也让魏所对这名女魔头般的人物 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 哦 对了 将这个纳宝囊递给阴丽花之后 魏所却想起来什么事 问道 以你的身份 要一头紫魔鹰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紫魔鹰 你要这东西做什么 阴丽花接过纳宝囊 惊喜之余 却是有些奇怪的看着魏所问道 我纪念一家法宝 紫魔鹰的元气正好合用 魏所随口说了一句 他当然不可能把身上有绿爬老头这种气灵 而紫魔鹰的元气 对绿爬老头来说 又是大补的事告诉云丽花 纪念法宝 消用到紫魔鹰 但这么一说呀 魏所在阴丽花的眼中 顿时更加神秘的一些呀 因为紫魔鹰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件灵阶的法宝 消用紫魔鹰祭奠的法宝 按照正常思维想 都肯定不是反品 看了魏所一眼之后 阴丽花也没有什么犹豫的点了点头 答案了下来 等到离开小天界回到阴师宗之后 我便设法帮你弄一头紫魔鹰 道玄殿的消息即将知道 下集继续分解 听众朋友 通天之路第206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207集 《入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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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通天之路第207集 这东西是叫白骨冷火吧 你的那么囊里也有三条 点了点头之后 魏所也不避讳地点了点陈老怪那么囊中 取出的白骨冷火 看着阴丽花直接问道 这白骨冷火迭起来的未能十分惊人 为什么不多练制一下在身上 听到魏所这么说 想到自己被魏所侵吞了的东西 阴丽花也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解释道 这白骨冷火未能迭押起来 的确是十分惊人 只是练制起来极其的困难 是要以风铃根的分剑镜修热的骸骨 再加上六级中级妖兽 冷火猪鸟的腰单 再用我们阴丝宗的秘法 才能够练制得出来 像我修炼了这么多年 也只是练制出来了三条 陈师兄的身上 也只有这么两条 顿了顿之后 阴丽花似乎看出了魏所的一律一般 接着补充道 若是因失踪 所有修士手上的白骨冷火 集中在一起 可以说是相当可观 但是自己好不容易 炼制出来的这白骨冷火 自然也是不可能 轻易便宜给了别人的 尤其这白骨冷火 是可以用来 祭奠本命法宝的 这白骨冷火 是可以用于 祭奠本命法宝的法宝 难道这白骨冷火之中 有荣原法阵吗 别说是魏所和吉亚呀 就连绿爬老头 也都猛的吃了一惊啊 不管是天旋大陆 还是云陵大陆 许多修士都知道 有些特别的法宝 是可以炼化在体内 炼制成本命法宝的 本命法宝会随着修士的 不断修炼 而提升威能 当然 这种本命法宝 是必须要到 金丹期以上的修士 配合专门炼制 本命法宝的术法 才能修炼 因为本命法宝 是要用金丹的 丹霞滋润淬炼 而且各种法宝上 本身就带有各种元气 不到金丹期修士 就算强行炼化在体内 肉身也反而要被 法宝的元气损害 修炼出一件 本命法宝的话 寄出金丹的话 就相当于 金丹多了一层 法宝的保护 对敌起来 也是加上 这件法宝的威能 比起裸丹的威力 当然更大 这是法宝之中 可以用于 修炼本命法宝的几手 就算是手上 有可以炼制 本命法宝术法的 金丹期大修士 也极其难找到 一件可以炼化的法宝 因为远古的 荣原法阵 在绿帕老头 那个时代 就已经几乎失传了 而只有 钻刻了 荣原法阵的法宝 才能被修士 炼化在体内 和真元 不相冲突 要找可以用来 炼制本命法宝的法宝 就只能在 年代十分久远的 古堡中 去找 有荣原法阵是不假 只是我们殷师宗的 这个荣原法阵 却只能专用于 白骨冷火 不能用于炼制 其他法宝的 看到卫所等人 吃惊的样子 殷里华 却是又微微苦笑了一下 解释道 不过 只有凑齐到 十六条白骨冷火 融合在一起 凝成一条 白骨明火 才能用于 修炼本命法宝 凑齐十六条 白骨冷火 殷师宗五百年中 也才出现了三人而已 十六条白骨冷火 凝成一条 白骨明火 那白骨明火 本身的威能 也不低了吧 卫所看了 燕丽华一眼 嗯 燕丽华点了点头 一条白骨明火 就相当于 一件 盗阶上品的法宝了 卫所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什么 将陈老怪的 两条白骨冷火 也收了起来之后 便将陈老怪身上的 木盒和丹瓶 也打了开来 这是虚原果 一看到木盒之中 两株幽蓝色的灵草 基亚就马上 发出了惊喜的声音 而一看到 红色丹瓶中的 一颗鸽子蛋大小的 血红色丹丸 基亚就又忍不住 嘀呼了一声 这是人黄丹 虚原果 是炼制天虚大妙丹的主才 天虚大妙丹 是地级中阶丹药 可是可以化解 所有八级以下 雷火两系妖兽 妖丹独立的丹药 只要先行服用 天虚大妙丹 得到一些灵气惊人 没有丹方 难以炼制丹药的 雷火两系妖吃妖丹 都可以直接吞服炼花 而且用天虚大妙丹 配合炼化妖丹 妖丹中本身一些 修饰无法炼化的 雷火元气 也会融合在修饰的体内 据说 对修饰的雷系火系术法 有着一定的增幅作用 人黄丹 也是功效惊人的 地级顶阶丹药 可以极大程度的 壮大气靴 增强体质 增强修饰肉身 本身的抵御力 就连一名普通的凡人 吞服这种丹药之后 都会拥有石虎的气力 体魄是人中之黄 因失踪的修饰 修炼的功法 对肉身的精血 都有一定的损害作用 陈老怪这颗丹药 肯定是留给自己 大补用的 这两件东西 对于任何修饰来说 也是十分有用的宝物 收起陈老怪的这些东西之后 为所将火云真人的纳宝囊 也打了开来 火云真人纳宝囊中的东西 也十分简单 只有一面八丈大小的 金黄色圆镜 一件黑红色画坊状的法宝 一面赤红色的小旗 这是离火坊 这件大型飞顿法宝 顿速可以达六品 而且本身有倒阶下品的防御力 这是原刺宝镜 倒阶下品防宝 其未能可以使得对方沉重无数倍 这是离地焰火旗 是倒阶下品的防御法宝 殷丽华对这三件法宝 似乎是十分熟悉 也不等为所出声 直接一一说了出来 看着这三件法宝 为所不由的摇撩头 暗自微微的叹了口气 火云真人的这三件法宝 也都是道阶的法宝 可是在这小天界里头 遇到的对手太过厉害 道阶中品的威能 都未必能起到作用 所以这些法宝 竟然是派不上什么作用 尤其未所之前来迟 看到这件离火坊 还是十分的眼红 但是没想到这件东西 现在却真是 烙在了他的手里 金丹七大修士 在整个修道界来说 已经是不得了的存在 一方的霸主 但是这片刻的时间 金丹七大修士 在魏所眼不前 陨落的就有三名 这也不由得让魏所 有些感叹 这修道之难 的确是和修道界中 所说的一样 如同登天 金丹七的大修士 想提升实力 修为 机缘不好 也一样要远落 走吧 这更是提醒魏所 形势要越发小心 见好就收 在此种危机四伏的 小天界里头 他更是不敢过多停留 飞快地收起了 剩余的银林 妖兽的尸身 和两头混元 银蛙的尸身之后 他和银丽花基亚 便马上离开了此殿 按照地图所示 朝着道玄殿 进发 哈 哈 魏所 我记住你了 你竟然是收了我的金丹 逼我要施展这夺舍之术 你死定了 我师兄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一条充满黄气的通道之中 一团白色灵光飞掠着 不时地发出 怨毒至极的细细尖叫声 突然之间 没有任何的征兆 一团惨白色光滑 突然在这团白色灵光的前方 闪现出来 哈 这团白光 顿时发出了一声 骇然的惨叫 但是却是已经来不及躲闪 一头撞上了 骤然闪现的惨白色光滑 被那团惨白色光滑 一下子裹在了里头 嘿嘿 腰散散 想不到你居然落得如此狼狈的模样 随着一声阴冷的冷笑声 叶灵的身影 在前方不远处显现了出来 那团惨白色的光滑 却是一件 私囊状的法宝 叶灵 是你 快放开我 白色灵光在里边扭动着 根本冲不出来 发出了十分惊慌的声音 放开你 叶灵 灵无表情的伸手一点 撕囊撞法宝飞到了他的身前 邀三三 你平时都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只剩惊破了 还敢对我如此说话 叶灵 你不放开我的话 被我师兄知道 一定会杀死你为我报仇的 咋 还想用你师兄李若璇来压我 你又不是被我逼得设身的 你身上的东西 一件也没落在我手里 就算是追查 也根本追查不到我头上 叶灵比仪的冷笑道 再者 就算让你师兄知道了又如何 我在这小天界之中 得到两件盗街商品法宝 就算他对上了我 也根本没有毕生的把握 一听到叶灵这么说 邀三三终于彻底的害怕了 白色灵光中发出了惊骇的大叫声 叶灵 只要你放过我 我可以给你很大的好处 哦 很大的好处 叶灵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身前 私囊中的白色灵光 淡然道 说说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处 只要你将我交给我师兄 我可以让我师兄将精魄刘丹绝传给你 有了此道书法 你所修的殷师宗功法 并不怕殷器太足 损耗精气 对你的肉身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了 根本不怕像你们的薛龙老祖一样 修到金丹五重的经典修为 还要顾虑重重 生怕与人动手 损耗受远 还有 你不是和海仙宗那个卫星小子有约战吗 那个卫星小子诡计多短 手上有很多诡异法器 我就是毁在了他的手中 而且得到了那些头强大腰手的尸身 在这小田间里面捞到了许多好处 出去之后 实力肯定还要更强 以他如此的年纪 就如此的修为和实力 寄予惊人 此人对你也是极大的威胁 妖伞伞连连叫了起来 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你放过我 我让我师兄和你一起对付他 对你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原来你就是被他逼成了这副样子 看来你是早就接近了我们附近 知道那个大殿中的情形了 听到妖伞伞这么说 叶灵的脸上也顿时充满了震动的神色 在此之前 他可是以为叶灵 是正好遇到了 那种连他都根本没办法对付的 强大妖兽 才被迫施展 此种夺赦术法 惊破离体逃亡的 在他看来 面对混原银蛙那种实力的妖兽 魏锁等人是根本不可能幸存的 但是此刻听到妖伞伞的话 魏锁等人不仅是对付了那些妖兽 而且还连想去占便宜的妖伞伞都一起收拾了 这样的结果 对他来说是太过震惊了 我只是会一门听蓝术法 可以听得清很远地方的声音 当时你们那个大殿 我也是根本没有敢接近的 看到叶灵似乎并不拒绝自己提议的样子 妖伞伞略为心定的恨恨道 我料想他们和那些妖兽拼得两败俱伤 火云真人和阴丽花损耗的 连普通金兰奇修士一半的实力都没有 才想要吞没那些东西 没想到这卫星小子的手段 却比一般的金丹修士还要诡异 好 我答应你的条件 只是你让你师兄将金破刘丹绝传给我 我便将你交给你师兄 但是你必须和我一起对付那小子 叶灵眼光闪烁了一下 阴阴的说了这一句 然后接着问道 你是怎么败在他手中的 他手上有一件道街上品的金色法宝 应该就是在那大殿中得到的 腰散散是大喜国王 马上飞快的说道 但最为恐怖的是他手头上 有一件黑色小刀状的法宝 似乎是可以抽取修饰的气血 转化成法宝威能的 他便用此件法宝抽取了 被我击杀的火云真人尸身的气血 用一些隐形法器 陷露我一下注意力 用这件法宝轰击了我的金丹 让我一时无法控制得住自己的金丹 最终金丹被他收走 才败在他的手中的 此件法宝 本身为能似乎连道街都不到 但是这件法宝上射出的血光 轰击我金丹时的威能 却是远远超过了道街上品的 而且此子的手上还有血精石 它还有可以暂时封印伤势的术法 我和他们对敌 是一开始便以燃烧大量精血和金丹威能 发出最强一击 一举重创了阴丽花的 我看出阴丽花和那小子 有魂器密法相细 只要杀死阴丽花 他肯定也立时就死 接下来 我只要对付一个 只有一半实力不到的火云真人 两三个招面就能解决问题了 可是没想到阴丽花送我重击 本身已经是必死 此子却是封印住了伤势 马上用血精石中的三清圣血 刁上 早知如此 无论如何 我要想办法先击杀此子的 黑色小刀状的法宝 可以抽取修士的气血 转化成法宝威能 叶灵 愣了愣 突然之间 面上出现了狂喜的神色 石血法刀 我明白了 猥琐 怪不得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 原来你是仰仗了这件东西 你死定了 石血法刀 腰散散呆了呆 此件法宝 是外表看上去通体黑色 平淡无奇 连灵阶法宝都不到 激发时 刀尖上会射出一条血光 对吗 叶灵阴冷地笑了笑 正是如此 你知道这件法宝 除了北蒙山石血法刀 这件古堡 还有什么法宝 这样的古怪 我们阴师宗 便是北蒙的一支 分支发展而来 若不是在宗内典籍中见过 我倒是也认不得 此件法宝 叶灵冷笑了一声 嘿嘿 此种法宝 是用一名神玄境魔修的 海骨链制而成 虽然可以抽取 修饰器血 转化成法宝威能 但是本身的防御力 却连灵阶都不到 只要击破此件法宝的本体 此件法宝便没有用了 这种法宝 十分容易损坏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件 流传下来 还落在了此子的手中 啊 本体防御连灵阶都不到 哎呀 我居然败在了 这样的一件法宝的手里啊 一听到叶灵这么说 白色灵光中 顿时发出了 凄厉的尖叫声 火云真人 死在了你的手里 那卫星小子 和屈人的情形如何 叶灵 却只当没听到 腰散散的尖叫声 淡淡的问道 银利花的损耗比较厉害 但那卫星小子 没什么损伤 而且他似乎 和那头蛤蟆头妖兽 达成了什么协议 那头蛤蟆头妖兽 卷和他联手对付了 混元银娃 不对付他 腰散散 也不是傻子 他知道 将卫所说的越是厉害 叶灵 就越是要仰仗 他的关系 一起对付卫所 若是此刻 叶灵就对付了卫所 那叶灵用得着 他的地方啊 就少了一层 他的情形 就越是危险 所以此刻 他故意隐瞒了 蛤蟆头妖兽已经陨落 还留下了一片蓝色玉符的事实 而说蛤蟆头妖兽还在 果然 他的话音一落 叶灵的面色一紧 眼中马上就闪现出了忌惮的神色 他在第一次逃跑时 可是和蛤蟆头妖兽交手过一次 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那蛤蟆头妖兽的对手的 走吧 那蛤蟆头妖兽 对这小天剑里面十分的熟悉 说不定就会追过来 而且我这种惊魄 也必须在二十四个时辰之内 找到何事夺舍的肉身 否则就会真正的魂飞魄散 我们尽快离开这小天剑再说 蛤蟆蟆 进到叶灵眼中闪现忌惮的神色 马上鼓动到 嗯 时间倒也的确差不多了 叶灵看了蛤蟆蟆的惊魄一眼 谬无表情的说了一句 叶灵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灵的话和此时的神色 让妖散散突然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 尖叫了起来 送你上路啊 还能有什么意思 一名金丹七大修士的精魄 可是百年难得一挑 正好用来炼制石荒鸣神剑 叶灵的眼光闪动着 也不知道想些什么 伸手一点 一道带有无数微小骷髅头符纹的 惨白色光符 却是毫无停留的 从其手上浮出 打在了妖散散的 惊魄上 呵 只见这个光符一打上去 妖散散的惊魄顿时剧烈的收缩了起来 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声 叶灵 难道你想要和凶连老族一样 说到金丹五成也不敢出门吗 难道你不想要精魄刘丹绝了吗 哼 你当我是傻子吗 叶灵面无表情的冷横了一声 又是一道道光符 不停的在手中凝出 打在妖散散扭曲翻滚的精魄上 精魄刘丹绝 是壮大神海循环 壮大金丹的天极术法 是你们火荒宫的不传之谜 只有你们的宗主继承人 和长刑长老 才能修习得到 难道就凭你和李若玄的关系 他就会将此门术法传给我吗 哼 叶灵 你一定不得好死 我诅咒你 败亡陨落 而且是在万千凶事面前 像条土狗一样被打死 摇散散发出了绝望的尖叫声 若是你这样的诅咒有用的话 那我都不知道死了几千几万次了 叶灵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手脚不停地打出一道道 光符 稍后将会有两件事 第一件道玄殿的寻找 第二件 叶灵与魏索是否会相遇大战 暂请下集分解 听众朋友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七集 不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八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八集 叶灵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手脚不停地打出一道道光符 只见随着一道道光符打上去 叶灵的脸色越来越白 似乎真远和精血 也是损耗得十分厉害 腰散散的声音是越来越小 终于消失无形 而它的精魄之中 似乎有无数细小的 骷髅头模样的符纹在流动 慢慢搅合在一起 一团团状的白色精魄 却是慢慢拉长 变成了一只 一尺来长的 惨白色小剑形状 这只惨白色小剑凝成的一瞬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剑身上散发而出 如同一头潜伏在地底幽冥之地 以明火为时的远古名兽 突然跃到了地面上 很好 感觉到这只小剑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叶灵的眉头猛地跳动了一下 因失踪百年之内 没有人能够练得出石荒鸣神剑 都被我机缘巧合 得到金丹七大修士的 完整精魄练制出来了 有这件东西 这样的机缘气韵 要灭杀卫星的小子 简直是一如反掌 因理话 你以为你修成金丹 就可以逃脱出我的掌控了 你是根本不知道 我手上有什么东西 只要你这次不死 回到阴失踪之后 还是要成为我的玩物 我想要怎么玩你 就怎么玩你 十分阴朗地自语了几句之后 叶灵一伸手 将散发着明显比 盗街上品法宝 还有恐怖的气息的 石荒鸣神剑 收了那宝囊中 随即 叶灵连吞了数颗 似乎是回复真元 和精血的担忧下去 调歇了片刻之后 伸手一点 又激发了 他在大殿中得到的 两件金色法宝中的一剑 只见这件金色法宝 激发之后 竟然是散发出了 一圈圈的金色金光 先日在这件金色法宝前方 形成了一圈螺旋状的金芒 但随着叶灵的眼光闪动 这一圈金芒却又在他的身外 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 金色水晶般的光照 看上去 他到手的这两件法宝中的一件 竟然是攻防一体的灵光类法宝 倒街上品的防御型法宝 已经可以抵挡金丹一重修饰的 金丹本体撞击 和普通金丹两重修饰的 金丹霞光威能是相当的 看来 这五件金色法宝 的确是各有神妙 此刻也不知道 叶灵到手的另外一件金色法宝 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激发了此件金色法宝之后 叶灵身影一动 便朝着后方黄气弥漫的通道之中 略了过去 一炷香左右的时间过后 深裹着金色灵光光照的叶灵 从这个七拐八拐的通道之中 略了出去 只见这个通道之外 却是一片长满金色小草的山坡 一株株金色小草只有两寸长短 但是每一片草叶 却是都像一片片小剑 散发着浓厚的金铁支气 金剑草 一看到这些金色小草 叶灵的脸上也马上出现了一丝震动的神色 双手微微一动 似乎想要将这片山坡上的 此种金色小草全部烧走 这种金剑草和铁胶木一样 是可以从地脉之中吸取一些稀少的精金的 长到一定年份 别说可以用来提炼独特的精金 本身都可以用来炼制法器 像现在这些金剑草 金铁支气这么浓厚 恐怕每一株都可以用来直接炼成半灵阶以上的法器 这么多金剑草一起熔炼的话 也可以提炼出数量不少的金剑草精金出来 但是眼光闪动了一下之后 叶灵却是忍住了收取这些金剑草的冲动 转头往后看去 这些金剑草虽然有用 但是采集的话 说不定就会激发某些禁止 现在叶灵已经收获颇丰 却是不想再冒险了 而且他本身不擅长精金类炼器之术 云灵大陆的炼器师又少 得到不错的精金 也未必能够炼制得出 盗阶中品以上的法宝 而以他现在的实力 盗阶中品以下的法宝 是根本没有什么用的 只能用来赏赐自己的弟子 而一转头往后看去 叶灵的脸色就又忍不住 聚变了一下 眼中震动的神色变成了一丝惊骇 其身后赫然是一座庞大的黑色巨山 山峰顶部散发着一股股惊人的黑色气焰 在巨山的顶部凝成风魔二字 且不论这种一股股 十数个水桶般粗细的黑色气焰 是何等的禁止 就是这样的威势 也让他这样的金丹修士 都由心感到了十分的渺小 以他的见识 不难想象 就算是当初从这个小天界中 得到的好处出去的修士 见识到了这小天界里的种种威势之后 恐怕此生也不敢产生 和云界宗为敌的念头了 看到这样的威势 身上又没有小天界地图的叶灵 更加放弃了采集金剑草的念头 小心翼翼地沿着山坡掠了下去 掠过了此面山坡之后 前方赫然是一大片电雨的废墟 里面有无数倒塌的雕像 看上去全部是各种各样的灵禽异兽 嗯 在这片电雨的废墟之中 穿行了片刻之后 夜灵突然眼光一闪停了下来 只是出个呼吸的事件 一名黑袍修士 突然从前方一片废墟之中穿了出来 夜市出座 一眼看到夜灵 这名黑袍修士第一反应 是下了一票的样子 但等到看清夜灵的样子 此名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干手修士 脸上却是马上 闪现出了一丝惊喜和敬畏的神色 马上迎了上来 极其恭敬地行了一礼 夜灵的眼中也是马上闪过了一次不可察觉的喜色 但是面上却是丝毫不动声色地说 免礼 你所修的是鬼玄弃绝 应该是马红军的弟子吧 师叔族眼力高明 弟子海太苍 正是马师尊的三弟子 黑袍修士马上不敢怠慢地点头应道 很好 马红军看来教导得很不错 夜灵淡淡地说了这一句 看着这名黑袍 因失踪修士 你一路过来的路线 可有绘制地图 记录清楚了吗 听到夜灵的称赞 这名黑袍 因失踪修士顿时是大喜国王 要知道像他这种年纪才修到分念经一重的普通 因失踪内门修士 平时可是连和夜灵这样的身份的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的 要是能给夜灵这样身份高绝的人物留下点好印象 随口观照一句 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弟子是严格按照进入时的训导 所以这一路来的路线都绘制清楚了 眼中惊喜的神色 连闪之下 这名烟尸宗修士 马上十分十去地 从纳宝囊中取出了一卷丝帛 递给了夜灵 很好 还太仓势吗 我记住了 夜灵将丝帛展开看了一眼 便将这卷丝帛收了起来 说了这一句之后 夜灵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废话 马上画成了一条惨白色的华光 消失在了这名烟尸宗修士的视线之中 这名烟尸宗修士 一直等到夜灵消失之后 足足半炷香的时间过后 才敢抬起了身来 站在原地 思索了一阵之后 此名烟尸宗修士 似乎也不敢再往前摊 也沿着原路返回了出去 很好 真是天助我爷 海太仓这样的小虾米 居然能够有命摸到这里面 没有被那些强大的妖兽杀死 有了这样一张地图 不说百分之百 至少有九成的机会 可以安然出去了 在这小天界里 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回到殷尸宗之后 连一夜无伤都应该胜不了我了 再加上他只知道修炼的性子 血灵老祖要是冲击神玄境失败 尹师宗宗主的位置 肯定就要落在我的头上 站在一块巨大的青石的顶部 夜灵的眼中全是兴奋的神色 就在此时 夜灵所在方位的东侧 大约有百里不到距离的一处山谷之中 突然之间发出了一阵阵剧烈的轰鸣声 一座座巨山般的土黄色虚影 随即从那座山谷之中升腾了起来 看上去声势极其的吓人 是宣老祖 这个老鬼的实力果然在我之上 感觉到那处山谷之中恐怖的元气升腾 夜灵的面色顿时一令 随即夜灵从青色山石上掠了下来 似乎是对宣老祖有些忌惮 更是不妙 好 这只石黄鸣神剑就用在宣老祖身上 除去了宣老祖的话 别说是这姓魏的小子 就是整个海仙宗也可以拿下来的 眼光闪动之间 夜灵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转身 朝着那处轰鸣声不断的山谷 掠了过去 一片布满无数青色剑痕状符纹的 广阔山谷之中 一条红光在前方飞掠 红光之中却是一头血红色小兔 奇特至极的是 头顶上还顶着几片紫褐色的叶子 散发着印韵的灵气 这头血红色小兔的眼中 完全是一副惊慌至极的神色 而这头血红色小兔的后方 却是无数翻滚的黄气 眼影形成了一个金甲天神的形状 大步追着这头血红色小兔 山谷之中 几乎所有的符纹之中 都流淌着一条条青色的剑气 不停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个十丈大小的青色剑轮 不停地朝着那黄气翻滚的金甲天神 斩杀过去 但每一尊庞大的青色剑轮 斩杀到金色天神的身旁之时 一座小山般的黄色光滑 便从空中镇压而下 将这青色的剑轮镇得粉碎 这尊高达三十余杖的金甲天神的威士 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来想 叶灵一在这个山谷边缘的一个山头上显露出来 就马上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已经有了灵性的血浮灵 一看清飞在前方的那头奇异至极的血红色小兔 叶灵的眼中就顿时闪现出了火热至极的光芒 这东西可以大不经绪 影响到金丹 连金丹期修饰的寿源都可以提升的 怪不得宣老祖会不惜凭着出动这山谷的剑制 强行前行 弄出如此大的声势 这件东西对血丁老祖也有大用 只有拿下这件东西 将阴地花收入囊中更是少了手脚 轩云老祖 你好称云陵大陆沿海诸城之中 金丹期两重修饰之中的最强者 我倒是要看看 你在我这微能堪比道街上品的法阵的不断轰杀之下 还能否抵挡得住 我这只石荒鸣神剑 没有丝毫的停留 伸过着金色金光光照的夜灵 朝着前方的红光飞射而去 与此同时 一伸手激发了早已握在手中 宛如一头上股英明凶兽的白色小剑 白色小剑一从夜灵的手中飞射而出 剑身上就马上升腾起 无穷无尽的白色气眼 形成了一尊头戴白骨皇冠 手持一根白骨长毛 下半身直接就是一个白骨连台的荒骨名神 这尊荒骨名神只有两丈来搞 但是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 却从这尊荒骨名神的身上散发开来 与此同时 夜灵右手一翻 直接祭出了他那颗惨白色的金丹 在白色小剑化成的荒骨名神 朝着宣老祖轰去的同时 惨白色金丹上迸射出的无数霞光 也带动了他的肉身 朝着宣老祖前方那头正在拼命逃窜的血红色小兔 狂飙而进 知 前方突然涌出如此狂暴的气息 血红色小兔自知到肯定逃脱不了一把 发出了一声奇的绝望叫声 夜灵是你 你居然敢偷袭我 与此同时 宁城庞大的金甲天神的翻滚黄旗之中 传出了宣老祖的如雷般的怒吼声 夜灵头顶上空的天空 骤然全部变成了黄色 无数条黄色元气 在夜灵的头顶上方 骤然形成了一座黄色巨山 黄色巨山上有五欲两个骨体大字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如同一颗陨星一般 朝着夜灵狠狠的镇压下来 轰轰轰轰 一圈圈空气的音爆 朝着四面扩散开来 哼 此时 石荒名神剑化成的荒谷名神 已经撞在了宣老祖身外 黄气所化的那尊金甲天神身上 只是一撞 金甲天神就好像风化一样 所有的黄气 全部被无批的威能往后一下 吹散 现出了宣老祖震怒异常的身影 在金甲天神崩溃的一瞬间 只见一团白光从宣老祖的身前轰出 正是宣老祖那座白色联台般的法宝 咔 白色联台也随即四分五裂 就在白色联台四分五裂的同时 宣老祖的头顶 生通出一颗土黄色的金丹 这颗土黄色金丹 也足足比阴丽花等人的金丹 大出来一倍不止 上面散发出来的金丹霞光 赫然凝成了一座五指山的形状 咔擦 和随即涌来的黄骨名神一撞 金丹上的霞光全部粉碎的一瞬间 黄骨名神也全部爆裂了开来 但是黄骨名神的核心处 一条细细的白色火光 却是一闪 似乎侵入了宣老祖的金丹之中 砰 叶灵的金丹升堂而起 同时 叶灵也激发了另外一件金色宝宝 只见一白一斤两道花光 狠狠地撞击在头顶压下来的 黄色巨山底部 惊天动地的爆响声主 黄色巨山从底往上 彻底崩碎开来 没有丝毫的停留 只见叶灵面无表情地往前一伸手 那个之前将腰散散地 惊破射出的白色半透明丝带状法剂 一下子将那头已经被吓呆了的血红色小兔 收在了里面 飞回了他的手中 叶灵 难道你以为凭借你的实力 就可以破解我的武裕泰山镇吗 给我死 在宣老祖暴怒的声音之中 崩碎开来的黄色巨山 骤然又凝在了一起 一圈圈的皇宫 将叶灵死死地镇压住 令他无法飞溜得出黄色巨山的笼罩范围 黄色巨山 如同天罚的巨锤一般 连续往下 镇压了四次 每一次和叶灵的金丹 法宝硬汗 崩碎开来之后 便马上凝聚成形 加上先前的一次镇压 这黄色巨山第五次镇压落下 叶灵硬生生地挡住的同时 突的一声 一口鲜血 也从其口中喷了出来 连金丹上的霞光也暗淡了下来 但是随即 叶灵的身影 却往后狂掠了出去 反而发出了狂妄的声音 真是可惜 宣老祖 你的五玉泰山镇 的确是威力精神 但若是在平时交手 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要被你杀死 只可惜 你中了我的荒谷冥火 要是再动用这五玉泰山镇的话 恐怕要立时受援精血 浩劫而亡 叶灵 你是白痴吗 宣老祖的金丹 归入了窍位之中 身上依旧散发出滚滚的黄气 抵挡住 谷内法阵形成的剑轮 充满冰 冰寒的声音 发了出来 你这只石荒鸣神剑的价值 还在这一株 化形血浮灵之上 你居然为了要抢夺这只 化形血浮灵 结果不惜损耗 这样的一件法器 还要拼着被我重创 损失十数年修为 哼 这就要怪你们海鲜宗 那个姓威的小子了 叶灵停了下来 一副似乎也不急着走的样子 冷笑道 如果不是他和我约战的话 我也不会在你这个老鬼身上 用这件东西来 顿了顿之后 叶灵扫了一眼 浑身黄气包裹中的宣老祖 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 你现在最多只剩下一年的寿远 这一年之内 你可以保得住那姓威的小子 一年之后 我便会上海鲜宗 让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知道得罪我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绿植稍后是否还会有大战 暂请下集分解 天的朋友 通天之路 第208集 不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 第209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 第209集 约战 他和你约战 脸色极其难看的宣老祖 深吸了一口气 又缓缓地吐了出来 让他小子准备好后事 一年时间里 该享受什么 就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吧 不过 你可是要看紧他 不要让他溜走了 否则我会杀死你们海仙宗所有的弟子的 到时候 你可是真正的死不瞑目了 狂笑声中 叶灵的身影 化成了一条惨白色的流光 消失在了宣老祖 震怒异常的视线之中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叶灵 刚刚炼制出石荒鸣神剑 还为和宣老祖交手的时候 魏索和阴丽花基亚 已经站在了一片巨大的废墟之中 这一片巨大的废墟 宛入一个城池 到处都是十数个人 才能抱得过来的白色石柱 各种雕塑的残骸 光是一些断墙 都有十几个人加起来那么高 十余丈的高度 魏索和阴丽花基亚的脸上 全部是一幅震惊的神色 道玄殿 按照蓝色古服中地图所示 这个地方应该是道玄殿的所在 在地图上 道玄殿是惊人的宏大 而此刻光是看着眼前 这宛如一座修饰之城的废墟 也可以想象得出 当初这道玄殿的威势 是何等的惊人 宏大 这道玄殿 怎么会被彻底毁坏掉了 极度的震惊过后 印尼华深吸了一口气 忍不住看了魏索和基亚一眼 说道 看那寒木头妖兽 应该就是当年云界宗 镇守着小天界的修饰 既然他能够生存至今 应该这个小天界里头 就算有进入修饰的话 也都会被他杀死 怎么可能会有人 将这道玄殿损坏 魏索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震撼的心情 四下仔细地看了起来 嗯 突然之间 魏索的眼光连续闪动了几下 似乎一下子想通了什么事 那是 基亚顺着魏索的目光看去 却是看到了 几具似乎已经风化了的尸身 那尸身像是人形 但是深周却是散落着一些 荧光闪闪的鳞片 赫然是那引领妖兽的尸身 这道玄殿 难道是不是这些妖兽损坏掉的 看到魏索的神色 再看到那些妖兽的尸身 基亚的眉头一跳 顿时也反应过来似的 应该就是如此了 魏索点了点头 走了过去 只见那一片周围的 引领妖兽尸身 有六头之多 有两头的体型 比一般的引领妖兽 还要大一些 明显是进阶了的 长老级妖兽 难道是这些妖兽 生怕有修士 进入到这里面 获得里面的法宝 对它们造成威胁 所以才将此处毁去了 印领妖 看到周围的很多断墙上 有许多圆柱形的孔洞 似乎就是那些妖兽的 银色光柱轰出 顿时面上 也现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魏索点了点头 看样子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那 哈木头妖兽 和这些引领妖兽 是互相忌惮的 引领妖兽 也不敢分散到 哈木头妖兽的活动区域中去 而哈木头妖兽 也不敢到 引领妖兽集中的区域中来 而且看到 风谋山中的情形 似乎之前 也有修士闯入过 也被婚姻银蛙利用过 但可能新生出来的 婚姻银蛙 却是被哈木头妖兽 偷袭死了 所以此次新生出来的 婚姻银蛙 才会这么小心 弄出了这么多诡计 看来那块白色金碑 也是从这里折去的 那是 魏索等人 站在一块位置最高的 断裂居住上 俯瞰整个道悬殿的废墟 只见整片废墟之中 没有任何强大法宝的灵光 但是其中一处 却是有一团白色的灵光 闪闪发光 白色的灵光 竟然是凝成了一条小小的 远古天龙般的形状 如同慎符一般 威势不显 其中悬浮着一片白色的玉符 这团灵光的周围 倒塌的巨石几朵 到处都是一些精柱的残片 看样子应该是一个大殿 怎么 在靠近这团白色灵光 还有两百余掌之时 几乎猥琐的神石 才刚刚触及到这片白色灵光 这团龙形的白色灵光 突然就像惊醒了一般 就好像一条远古天龙 突然睁开了眼睛一般 猥琐手中的蓝色骨符上 也突然浮现出了一层蓝光 白色灵光之中 那片白色玉符 骤然自动飞射出来 一闪 就到了卫索的面前 这一片白色玉符 飞射到卫索面前的同时 那一条远古天龙般形状的白色灵光 也穿越了虚空一般 一下子镇压在了卫索的身上 随即 好像侵入了卫索体内一般 卫索 你有没有事 一见到这样的情景 基亚和印丽花顿时 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为索浑身一紧 只觉一股强悍至极 无比庞大的神石 瞬间充斥了自己的全身 最后却是飞快地 归缩在了自己修出的 第一个神海之中 内饰之下 那个如同紫色漩涡一般的神海之中 却是多了一条白色的远古天空 在真缘之中浮沉 这是一团远古天龙的精气和意志 卫索的心中一动 马上对着基亚和印丽花摇了摇头 我没有事 伸手一点 卫索将仿佛自动认主一般的白色玉符 抓到了手中 哼 神石一扫之下 又是一股庞大的气息 涌入了卫索的神石之中 密密麻麻的文字 图露 形成了一条远古天龙的模样 出现在卫索的脑海之中 这赫然是一片功法典籍 卫索骇然变色 因为这股庞大的气息 赫然是这片典籍本身开篇第一句话 给人的感觉 天龙群星翠堤法 天籍顶阶功法 这篇功法 竟然是一篇整个修道界中 最为顶级的天籍顶阶功法 这篇白色玉符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印丽花看着脸色巨变的畏索 忍不住问道 方才那片白色玉符飞来之时 印丽花也忍不住 用神石扫了一下 但是其神石一扫之下 却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彻底的压制了回来 有种难过的想要脱血的感觉 而眼下这白色玉符光滑一闪之下 灵光却是马上暗淡了下来 看上去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片 平平无奇的白色玉片 天龙群星翠体法 远古天龙 可与周天星辰感应 以星光翠体 卫索读取着这篇功法的内容 也不隐瞒什么 对着印丽花和姬亚解释道 这是一篇天极顶阶功法 天极顶阶功法 卫索这句话出口啊 印丽花和姬亚顿时全部都抄了一口冷气 任何修道者都很清楚 天极顶阶功法这几个字 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 天极顶阶功法 整个天旋大陆和云陵大陆加起来 也绝对不会超过十步 而且这种功法 在宗门之中 也是只有宗主继承人 才有可能修习的道 除非宗门灭门 否则绝对不可能流传出来 真正天极以上的功法 虽然修炼难度也是极难 但是天极功法 不仅真元力量惊人 而且还会带有许多独特的玄妙 像卫索 虽然依靠补天丹 开辟神海 将紫玄真觉提升到了 天极低阶的功法 但这种提升 也只是提升到 相当的真元厚度和力量 却是没有真正天极功法的 独特神庙出来的 就以数千年前天元宗的功法 天元大道为例 这门功法还只是天极终结功法 但是修出的神海 却是都有吸取斗法之中 自身术法破散元气的功效 在剧烈斗法之中 自身损耗的真元 还能得到极大的补充 持续斗法的能力 比起一般的术法 要不知道强出多少倍 这门功法是模拟远古天龙 以星光翠体 专门翠炼肉身的功法 最后可修成和远古天龙一般的体魄 浑身经络 翘味无比壮大 和本身所修的功法无管 在尹丽花和吉亚如此震惊之时 卫索又接着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 专门催炼肉身 和本身修炼功法无关 这就有如星辰宗的星药真经 最后可以修成星光圣体 壮大经络 俏味 也就相当于可以容纳更多阵员 壮大神海 一听到卫索这么说 尹丽花顿时彻底变了脸色 卫索 你得到这片功法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你肯定会不仅遭受 云林大陆所有最强宗门的追杀抢夺 连别的大陆最强宗门 最强大的修士 都会闻风而动 吉亚的脸色 也是一片煞白 她很清楚 有些宝物 不到一定的实力 拿到身上 反而会遭受灭顶之灾 此种不用废弃自身原先秀卫的天际顶阶功法 对所有宗门和顶尖修士的意义 绝对还在玄阶法宝之上 这倒也没有那么夸张 谁要的话 我将这片功法给他 也根本没有用 畏索却是没有太过惊骇的样子 没有用 什么意思 殷里花和吉亚都是愣了愣 这门功法修炼起来 要以龙气为也 宛如化身成远古天龙 才能感悟和吸纳星光翠体 为所深吸的一口气 说道 方才那团白色龙形灵光 便是远古天龙的精气和意志 是修炼这门功法所需的龙气引字 这团龙气 现在已经归附在我的深海之中 旁然要想取 也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 如果凑巧看过的典籍没有错误的话 在一万多年前 最后一条远古天龙 已经因为针仙宫公主 宇化凡修炼龙血针法 而被屠戮 灭绝了 原来是这样 阴里花的脸色变得好看了一些 真顶了下来 远古天龙 的确是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些 毕竟这种功法太过吓人 说不定会有些修炼的方子 不管有没有用 先抢到手里再说 而且完整的远古天龙精气和意志 现在可能没有 但远古天龙的精魄 或许却又被炼制成气灵之类的 流传下来的 有些修饰 说不定也会抵挡不住 天际顶阶功法的诱惑 就用这种精魄之类冒险一试的 所以最好还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那就要拜托你帮我保密了 为所看的阴里花 点了点头 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帮你保密 阴里花眼珠子一转 说道 得了 你那条件还是不要说了 为所一看阴里花眼波流转的神色 和嘴角那浮现出的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意 就马上汗了一下 摆了摆手 阴里花撇了撇嘴 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快的样子 但是眼角的笑意却是更浓 为所呀 我可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吃了你的 他的心中啊 浮现出了这样的念头 当然他没说出来 道玄殿里面 居然有这种级别的功法 怪不得当初的云界宗 能够布置得出这样的小天界 会有那么多名神玄境修士 一统当初的云陵大陆 为所深吸了一口气 说了这一句的同时 却越是对那创造出天穷的远古大能 充满了敬畏之情 这样的宗门 想要引一些天穷的威能 为己用 却反而还是被天穷 随意泄露的一些威能而毁灭 那创造出天穷的远古大能 是怎么样的神通啊 看来正是因为有一条 远古天龙的龙器 所以这片传宫灵符才遗留了下来 远古天龙是九级的妖兽 就算是八级的妖兽略微靠得近了 都要被龙器镇压 反而要被龙器侵袭控制 殷丽花点了点头 眼中也像普通少女 见了诱人的珠宝一样 闪闪发光 充满了小星星 卫所啊 我们快好好搜一下这里 要是再发现其余的什么好东西 简直就是跟继承的神玄境修饰的道筒差不多 就算是普通的鲤鱼都要画龙 普通的鸡犬都要升天 更别说你这样的年纪 就得这样修为的修饰了 这妖兽居然这么绝啊 听到殷丽花的话啊 卫所及雅自然也是心动不一样 马上飞快的搜索了起来 但是片刻之后 殷丽花却是第一个郁闷的叫了起来 以她和卫所的神识覆盖的范围 搜索起来 速度当然是十分的精神呢 有法宝灵器的话 很快就会感觉得到 但是搜索完整个废墟 却连任何的法宝都没有看见 很明显 那些妖兽 就算无法损坏这里的法宝 也肯定是将这里藏有的法宝 带了什么修饰不可能到的地方去了 这些由混元银蛙和蓝面修罗杂交 淡下的高阶妖兽的灵质 看来的确是和修饰相差无击 盗悬殿废墟之中 银林妖兽的残骸 一共有二十余具之多 没有任何的妖单和法珠 看来这些妖兽 似乎是将同伴的妖单和法珠取掉了 但是却没有帮同伴收尸的概念 因为看上去时间极长 这些妖兽尸身上 其余的部分都已经疯化掉了 只有外表的鳞片看上去还有用 所以猥琐 也是将这些银色鳞片 全部先收了起来 正在此时 一阵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却是从一次的天空中传了出来 随着轰鸣声的传来 地面都似乎一阵阵震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一股股夹杂着浓厚土星气的元气波动 竟然也是从远处一波波涌来 好惊人的吐息元气 那是宣老祖和人斗法 卫索顿时就反应了过来 是什么人逼得宣老祖用这种未能的术法 走 没有任何的犹豫 卫索激发了如意玲珑塔 白光一闪之下 他和吉亚因丽花的身影 就从原地消失了 就在滚滚的黄气凝成的金甲天神 走出剑气纵横的山谷的瞬间 一股鲜血从宣老祖的口中喷了出来 这口血赫然全是黑色的 腥臭无比 喷到地上山石都被融化 发出了痴痴的黑烟 这口血一喷出来 笼罩在宣老祖脸上的一层黑气 全部消失了 但宣老祖的神态 也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浑身散发出一股苍老衰败的气息 宣老祖 但就在这时 一声如雷般的尖笑声 从远处滚滚而来 发出这声音的 似是在寻找他 但是此刻宣老祖 此处没有了什么声息 对方一时难以判断他的方位 所以才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猥琐 宣老祖待了一待 旋即双手往上一举 一股黄气从他周围狂涌而出 形成了一根数十人才能核爆的巨柱 朝着上方的虚空 轰了一击 轰 好像天都被捅穿了一般 巨大的音爆声 如同潮汐一般扩散而出 半炷香的时间过后 随着白光的闪动 魏索等人的身影 在宣老祖对面的一座山丘上 显露了出来 你是 阴丽花 一下感觉到 卫索身旁阴丽花身上的气息 宣老祖就马上脸色一变 身上气息狂有 马上就要动手的样子 老祖 在小厅这里 他是我的盟友 一见宣老祖这副样子 卫索马上出声阻止 而随即感觉到 宣老祖身上的衰老 衰败的气息 卫索顿时也是脸色俱变的 说道 宣老祖 发生了什么事了 盟友 宣老祖面色阴晴 变换了数次 没有回答 脸色十分阴沉的 看脸猥琐 你还是想和我说说 和叶灵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吧 叶灵 白光连闪了树下 魏索等人 到了宣老祖身前不远处 你伤在叶灵的手里 魏索眼光闪动了一下 问道 阴丽花 你们阴失踪的石皇名神剑 好大的威力 宣老祖依旧没有回答 魏索的说话 却是看了 阴丽花一眼 重重的冷横的一声 身上杀意尽险 石皇名神剑 宣老祖 你说什么 依然他居然练成了 石皇名神剑 还用在了你的身上 阴丽花的脸色顿时一白 若不是这样威力的发气 我这次就算云落 他也绝对不可能 活着离开他 宣老祖冷冷地说道 石皇名神剑 只有金丹两重修士 损耗金丹危能 再加上一名金丹大修士的 完整精魄 才有可能炼制出来的 阴丽花脸色发白的 看了一眼猥琐 肯定是 一三散逃走的精魄 落在了他的手里 幸亏他没有拿 石皇名神剑来杀我们 否则我们必死无疑 连一三散都死在你们手里吗 你们好大的本事 没有拿石皇名神剑杀你们 怎么 你们的命就是命 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 宣老祖森然冷笑道 老祖 他不是这个意思 畏锁的眉头跳了跳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说清楚再说 还不是你好大的本事 分念七四重修为 就约战叶灵 让他觉得你是大威胁 觉得我是你的靠山 得先除掉我这个 你的靠山再说 本来宣老祖啊 也是渔灵大陆 沿海诸城之中 最厉害的枭雄人物之一 平时镇定沉稳 老毛深算至极 但是现在这海鲜宗 都似乎要毁在他这一带 却让他怒火攻心 说话起来啊 也是已经有些丧失翻寸了 听众朋友 通天之路第二百零九集 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二百一十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通天之路第二百一十集 未索眼中寒光一闪 但是却并未动怒 冷静地说道 我和叶灵约战 也只是因为他欺人太甚 要留下基亚测试法阵 而且他引动了法阵 令我们身处险境不说 还自己写保陶盾 断我们后路 我和他之间这个仇 肯定是没办法解得了 你中了他的暗算吗 有没有什么就职之法 有的话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叶灵的确是好算计 不愧是殷失踪的第三号人物 宣老祖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也冷静了下来 但身上的杀意 确实更浓 石皇名神剑中的明火 已经全部被我逼了出来 但是他算得一点都不错 我金丹损耗极重 只剩下一年左右的寿远 一年之后 只要我一死 他随便找个借口 都可以杀上海鲜宗 因为那是海鲜宗室 根本连一个 起到震慑作用的 金丹器修饰都没有的 顿了顿之后 宣老祖直视着畏所 接着说道 上次你问我 为什么不找一些灵药 设法提高寿远 我没有告诉你原因 现在我告诉你 因为金丹器 两重以上修为的修饰 金丹灵器 对身体的滋润作用 早已经超过时间 绝大多数灵药 修到了金丹两重以上 相当于整个肉身 整天都是泡在灵药里头的 所以除了药力 可以超过金丹的天阶弹药 还必须是可以提升 寿元的弹药 才可以对我这样的修饰 有作用 这样的弹药 再多的灵食也根本买不到 现在你若是真想帮我 就帮我一起擒下阴丽花 擒下我 阴丽花皱了皱眉头 宣老左 你是想以我为筹码吗 没有用的 这一两百年来 阴师宗运势正旺 我下一辈的阴师宗弟子里面 就有三人 就希望在十数年间 结成金丹 而且擒住我的话 正好给叶灵开战的借口 我和他多有不合 为所很清楚 他是绝对不会 因为我在海鲜宗 而投鼠忌气的 只会心里更加高兴 你也把我看得太笨了吧 宣老祖冷笑了一声 道 我只是想着 我这把老骨头 若是到了阴师宗 自爆一把的话 好歹也应该能让阴师宗 受些损伤 少一名金丹修饰镇压的话 我自爆金丹的成功率 自然大增 你竟然想让阴师宗 自爆金丹 宣老祖这么一说 阴丽华顿时吓得 差点直接跳了下来 我现在已经说出我的计划 更是不可能放他离开的了 宣老祖三冷的看脸猥琐 怎么样 猥琐 你若是和他有些交情的话 此刻便更应该帮我擒下他 这样他反而不会 在我去阴师宗的时候 受什么损伤 猥琐没有回答 眼光却是闪动着 似乎在权衡着里面的利弊 怎么 这点忙也不肯帮吗 我宣老祖对你也算是不薄 这场有可能令我海鲜宗 传承断绝的祸事 也是因你而起的 宣老祖沉下了脸 原本我还想尽我所能 帮你尽快拖到金丹修为的 但看在此层上 若是你不想动手 那等下我动手的时候 你不要阻拦我 总可以做得到吧 先看看这件东西 对你有没有用再说吧 猥琐似乎 是终于考虑好了一半 没有回答宣老祖的话 而伸手从那网囊中取出了一件东西 递给了宣老祖 这是 这是荒谷圣谷 宣老祖的面色先是一变 随即 眼中浮现出了一层难以形容的光亮 有些忘形一般 直接伸手一射 将为所递挂的东西射到了手中 为所此刻取出来的 正是那一颗橙色的珠子 荒谷圣谷 若是换了正常的修士 恐怕是不可能将这颗东西拿出来 给宣老祖的 因为这颗荒谷圣谷 完全不亚于天接丹药 比紫胡花还要难得 不说能够提升 结丹长功率等其他功效 光是可以大幅度提升 寿源这一点 不论什么级别的修士 都肯定不会 嫌自己的寿源多的 这就和一名低阶神海静修士 手上有足够拖到周天静的灵石 也绝对不会将一颗 可以令他很快提升到周天静的丹药 拿出来送给人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片刻的时间 为所却是想得十分清楚 若是宣老祖在殷师宗玉石俱焚 自己恐怕也未必能逃得过 殷师宗接下来的追杀 而且宣老祖对自己的确不错 自己若是选择一走了之 绝对说不过去 而且自己之前得到的 天龙群星翠体法 修炼起来翠炼肉身 本身就应该有提升 寿源的功效 只是要消耗一些修炼的时间 在魏所看来 若是这荒谷圣果 能够帮得到宣老祖的话 这样的代价 还是值得的 魏所 你的手上 竟然是有一颗 荒谷圣果 神石一扫之下 就感觉出 这是真正的荒谷圣果的宣老祖 声音都有些微微的颤抖了起来 我只知道 这颗荒谷圣果 不属于天界担摇 魏所看了眼 明显激动万分的宣老祖 心情也出奇的轻松了起来 忍不住笑了笑 说道 看你的样子 这颗东西对你应该是有用了 很好 想不到 你有这样压箱底的东西 这下夜灵要失算了 宣老祖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八百年前 云陵大陆南部 就有名修士 居然巧合 吞付了一颗荒谷圣果 那名修士 资质极差 终生都没有拖到周天静 但是比一般分念静的修士 还多活了七八十年 连天极中品的天地增守丹 都没有这样的效力 你说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会没有用啊 比分念静的修士 还多活了七八十年 李帕老头 一听到宣老祖这话 都是彻底的惊呆了 看来荒谷圣果的要力 还在他的预估之上 有了这颗荒谷圣果 我说不定 可以试着冲击下一个金丹三重的修为 也不一定 宣老祖心中大定之下 已经彻底恢复了一方霸主的气度 看了眼阴丽花 阴丽花 你的金丹气息损耗到这种程度 至少要十数年苦修才补得回来 看来是和魏索经历了生死大战 有过命的交情 怪不得他这么相信你 不然的话以叶玲的作为 今日我非得留下你不可 省得他知道我得到荒谷圣果的消息 放心好了 阴丽花撇了撇嘴 我和叶玲本来就不合 要是你帮我出去的 我反而要谢谢你 你得到荒谷圣果的消息 只要你们自己不透露出去 保证不会有别的人知道 对了 宣老祖点了点头 摇散散是怎么会死在你们手中的 看来火荒宫的人也进入了小天界 这消息也绝对不能传出去 他师兄李若玄是金丹两重巅峰的修为 而且绣一门天极终结的厉害术法 神童还要在我之上 他和李若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情童手足 他是想要趁机抢夺我们的东西 死在我们和火荒真人的联手之下 魏锁看了宣老祖一眼 但火荒真人也在和他一战之中陨落了 还有殷师宗的陈老怪 之前也被那个大殿中的妖兽所炸 火荒真人也陨落了 宣老祖脸色变了变 虽然此刻他和魏锁等人还不知道 火荒宫的另外一名金丹鸡修师也陨落了 但光是三名金丹鸡修师的陨落 这消息就已经足够惊人了 传出去的话 绝对会引起极大的震度 叶灵可能知道腰散散死在我们的手里 不过你只要留意透露一点 他用石荒鸣神剑偷袭你的消息出去 他肯定会守口如瓶的 因丽花细细的背驰 咬着红润的嘴唇道 否则他若是说见过腰散散 知道他是死在我们手中的话 以李若玄的修为和见谛 在肯定知道腰散散会能用夺扯处法的情形下 他肯定也不难猜出 叶灵是用腰散散的惊破炼制的石荒鸣神剑 如果算账的话 我们最多也只是击溃了腰散散的肉身 真正算是杀了腰散散的 还是叶灵 要算账也是第一个找到他的头上 宣老祖点了点头 微微缠言了一下 说道 为所 这小天界中十分的凶险 这么多金丹大修士 都在里面陨落 这一刻荒谷圣谷 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得 而且现在不仅是因失踪 就连火皇宫都进入到了里面 我准备就此离开这小天界 你有什么打算吗 是想要再深探一些 还是要和我一起出这小天界 这小天界里面的确是十分凶险 不过我们正好得到了这小天界的部分地图 我们所得的地图里面 还有一处很有价值的灵草园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探一探 探过之后 我们便也准备离开小天界 为所现在也是十分明白 见好就收的道理 而且他在这小天界里头 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好处 对着宣老祖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他直接就激发了蓝色古服 放出了地图 想不到你们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份地图 好大的抚远 宣老祖看到蓝光化成的地图 也是猛吃了一惊 玄吉马上点了点头 好 有这份地图 到灵草原也消耗不了多少的时间 我们就去过这灵草原之后 再行离开小天界 走吧 魏索朝着宣老祖点了点头之后 也没有什么废话 直接激发了如意玲珑塔 白光一闪之下 魏索等人的身影就马上从原地消失了 一处小山头上 轰隆隆的声音是响个不停 十余名殷尸东弟子 正费劲的各式术法法宝 轰击着一块 卧牛般形状的乌灰色巨石 这十余名殷尸东弟子 都是周天静四重以上的修为 可不管是法器还是术法 轰击在这块巨石上 却都只是敲下一块 拳头大小的碎石下来 而敲下的巨石裂面上 却有隐隐的乌金色光芒闪动 这块巨石 很明显是可以提炼乌天玄金的 乌天玄金矿石 乌天玄金 是可以用来炼制法宝胎体的 上品金金 这样大的一块 连中品纳宝囊都装不下的原矿石 应该可以提炼得出 炼制数件法宝胎体 所需的乌天玄金出来了 什么人 就在这时 十余名殷尸东弟子中 领头的一名身穿银灰色 法衣的白面修士 突然脸色一变 视线朝着左前方扫了过去 左前方的一片白色浓雾之中 突然透出一股强大的威雅 随即 随着白光一闪 数名修道者的身影 显露了出来 正是为所等人 西楚祖 一眼看清阴丽花的样子 这十余名殷尸东弟子 在吃了一惊的同时 马上露出了十分敬畏的神色 都是大气 都不敢出来 行了一礼 哦 阴丽花扫了这十余名殷尸东弟子一眼 又看了一眼那块 蟒牛一般的巨大矿石 十分冷淡的说了一句 你们继续采集这乌天玄金矿石便是 说了这一句之后 阴丽花也没有再行理会 这些大气都不敢出的阴丽宗弟子 随着白光的闪动 知己和卫索等人消失在了 这些阴丽宗弟子的视线之中 等到阴丽花和卫索等人的身影 消失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之后 这些阴丽宗的弟子 才都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方氏兄 一名身穿翠绿色法衣的 青瘦阴丽宗弟子 看了一眼阴丽花和卫索等人 消失的方位之后 有些狐疑的转头 问为首的阴丽宗弟子 方才那名老者 好像是海鲜宗的宣老祖 阴丽宗祖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啊 身穿银灰色法衣的 阴丽宗弟子 面色微微一变 低声喝止道 像石手祖这样级别的人物 他和什么人在一起 不是我等可以顾问的 今日之事 谁都不能在外面乱说 否则引起什么祸事 后果自负 知道了 方氏兄 所有在场的阴丽宗弟子 顿时也都面色微粒 点了点头 空旷无一物的海面上 突然传出了一阵 猎博般的怜悯炸响声 约一斩茶的时间过后 无形的禁止伤 突然出现了一道口子 魏索和基亚 阴丽花宣老祖 从猎口中飞掠了出来 想不到那灵草原 居然已经荒废掉了 害得我们白跑了一趟 安然除了小天界的阴丽花 有些遗憾的 看了魏索一眼 说了这么一句 原来地图上 所标出的灵草原 便是先前 陈老怪踩到虚原果 遇到那两头 引领妖兽的灵源 那处灵源已经彻底的荒废 唯一的两株虚原果 已经采集了下来 而且现在也在魏索的身上 魏索等人再赶到那里 当然是没有任何收获 阴丽花 你要和我们一起走 去我海鲜宗盘旋数日 还是就在此处分手 宣老祖看了眼阴丽花 问道 我是要马上会因失踪的 阴丽花看了宣老祖和魏索一眼 一灵此人 我最了解不过 心机十分阴险狡诈 虽然方才那些阴师宗弟子 看到我们一起出来 也是不敢说出去的 但我陈师兄 隐落在这小天界里头 一灵回到阴师宗 说不定会在虚原老祖 和一些长老面前说我坏话 会说我和你们勾结 走路小天界的消息出去 也不一定 要是此时 我和你们一起回海鲜宗 那便是给他落了口识 对我和海鲜宗都是十分不妙的 这东西跟你 为所伸手一点 将两件东西递给了阴丽花 此刻他和阴丽花的末期密法 已经过了时间 就此分别也没有了什么顾忌 他此刻还给阴丽花的 是另外一件 墨绿色圆薄外形的法器 和阴丽花的零食袋 先前那件上面有白色古山状符纹的 白色长帆状法宝 在之前斗法之时 他就已经还给了阴丽花 至于阴丽花的三条白骨冷火 和先前到手的血精石 却是流了下来 哦 看着卫所将两件东西还给自己 阴丽花却是愣了一愣 旋即嘴角又浮现出了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意 一双美目看着卫所 怎么 你是担心姐姐丢了这么多东西 又加上阴丽的挑拨 回去受到责罚吗 奶奶奶 看着阴丽花一副调戏自己的眼神 卫所郁闷的在心里叫了一声 没好气的瞪着阴丽花一眼 怎么 不想要吗 不想的话 那我可收回了 对姐姐这么凶干嘛 姐姐可是要提醒你 叶玲她肯定不会等到你突破金丹镜 等你实力对她形成危险了 等你找上门去的 她肯定会早早的找机会对付你的 姐姐回去帮你看着她 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会到海鲜栋来看你的 你可不要想解救 哈哈哈哈 阴丽花对着卫所抛了个勾魂的魅眼之后 也不停留 便笑着离开了 一串如有若无的银铃般的笑声 在海面上隐隐荡来 奶奶奶 这小妖女够风骚啊 连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一怕老头忍不住 在卫所的耳朵里叫了这么一句 看来阴丽花这个魔女 倒是对你动了真情一样 看着阴丽花消失的方位 宣老祖很有深意的看了卫所一眼 卫长老 我现在的确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我看此女原因尚在 又是金丹七大修士 若是你和吉亚不介意的话 和她也结成道理 倒是凭空多了一大助力啊 老总 你该不是和我开玩笑吧 一听宣老祖这么说 正寄出离活坊的卫所 眼睛都差点鼓了出来 原因尚在 就是说阴丽花 还是个厨子之身 这威冕太不可思议了吧 卫所是怎么都不敢相信 这个一见到自己 就脱光光来诱惑自己的 娇媚女修 还是厨子之身 怎么 好歹我还没有到 老眼昏花的地步 难道连这个还会看错吗 宣老祖看了 卫所一眼 看出了什么事的 笑了笑 呵呵 看你反应这么激烈 怎么 难道他和你一见面 就对你做出了什么事吗 这 卫所尴尬的笑了笑 说道 他一见面 的确是用了一些手段 想要引诱我的 引诱你 又未必真的要和你做什么 此时 卫所已经寄出了离火坊 宣老祖身影一动 掠上了离火坊的同时 看了卫所一眼 说道 就算他用色相魅惑你一下 把你杀了 他也不吃什么亏的 卫所 我看他行走的姿势 是蓄水抱月 欲腿锁紧 宣老祖不说 我还没想到 现在一说啊 想起来倒真是很像厨子的 那怕老头 团在卫所的耳中 叫了起来 卫所顿时一阵无语啊 稍后就回去了 修为如何尽静 以后的阴厉花和卫所 是否还会有深入的联系 暂请后面分解 第二百一十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聚收听 《童天之路》第二百一十一集 路到绝处 是童天的道